剧情开始赴京赶考高中探花的李循环在回乡途中得知 自己表妹林氏英全家遭武林人士围攻 就当李循环打算在酒楼吃完饭便前去解救表妹之时 却被说书的爷孙二人给吸引 也在此时一顿慌乱的脚步打破了众人的宁静 原来是一群江湖人士得知李循环要前去解救魔刀们 于是便想在此拦住李循环 可身为探花的李循环和剧众人还是一如既往喝着酒 为首的两人见状立即拔刀刺向李循环 可李循环一个旋转躲开攻击随即用脚将凳子踢向一人 又将杯中之物撒在大胡子脸上 再来一脚直接将此人打倒在壁 众人一拥而上之时李循环直接将桌子踢向众人 而此时的李循环还是面无表情喝着自己的酒 众人被李循环的气魄吓得都不敢上前 只见一人呐喊一声众人就想合力将李循环擒住 可李循环直接钉来降挡水来吐掩一会功夫又将众人打退 随后用力拍打桌子筷子顺势变成锋利的暗器刺向众人 为首二人听见此话后就想偷袭李循环 可李循环再也不会给二人说话的机会 拿出飞刀旋转几圈后直接射出 手中的力道让飞刀直接贯穿二人 随后李循环便骑着快马前去磨刀门解救表妹林诗英 而此时磨刀门掌门林过之得知会有大批武林人士要来围攻 于是让女儿林诗英带上所有家眷逃离此处 而自己也与众弟子与磨刀门共存亡 原来此番众武林人来围攻磨刀门 主要就是因为诸葛神军之前被林过之击败 怀恨在心的诸葛神军便带着四大门派前来攻打磨刀门 林诗英为了众多弟子的家眷 只得含泪告别父亲告别磨刀门 就当林诗英离开磨刀门不多时 诸葛神军便带着大批武林人士来到磨刀门 随着山门被炸开的那一刻 两方人马开始殊死较量 虽然林过之也带着门人弟子与武林人士厮杀 可那对手人数太多不宜会攻附 磨刀门所有弟子全被斩杀殆尽 林过之也被诸葛神军从背后偷袭给残忍杀害 而林诗英则带着家眷们呈个夜色逃离众人的追捕 不料走在路上却又中了武毒童子的埋伏 武毒童子杀掉所有家眷后又用弥烟将其擒拿 次云一早诸葛神军开启武林大会 将林诗英绑在架子之上 随后告知众人若此次比武任何一人能用剑气胜出魔刀门之女 就归其所有 话音刚落一扶桑武士穿着木鸡缓慢走来 随后纵身飞到擂台之中 直接用刀器就将青龙眼月刀拦腰斩断 随后大言不惭说出 一男子见状就出来想挑战扶桑男子 只见扶桑男人一个过肩摔就将其放倒在地 随后就是一刀就将此人面具披成两半 男人顺势也领了盒饭 就当男人准备解开绳子将林诗英聚为己有之时 突如其来的刀器划出刺耳声音引起众人注意力 这个从天而降风度翩翩的男人 正是白小生兵器排行榜第一的小李飞刀李循欢 就在刚刚用自己飞刀轻松杀掉扶桑武士 随后便大摇大摆走到林诗英面前打算救下表妹 可却是诸葛神君怎会轻易就让李循欢救人 随即就拔出配件对着李循欢 可李循欢一个快速转身在众人还没察觉之时 就将林诗英救下 诸葛神君见状立即救命众人一拥而上将其拿下 可李循欢根本不理睬众人还是继续前行 诸葛神君此时飞身用剑刺向李循欢 李循欢直见一个转身就躲开 这时落在地上的诸葛神君却发现自己已经伸中两刀 不死心的诸葛还想继续攻击李循欢可又被骑躲过 趁其不备之时将武器打飞随即深深刺进诸葛身体之中 随后便要带着诗英离去可众人还是不依不饶 李循欢这时直接亮出飞刀众人剑状纷纷往后退去 而此时的李循欢直接将手中三把飞刀同时射出 只见飞刀锁到之处火花漫天发出剧烈的爆炸 二人安全回到家后懂得浪漫的李循欢 就为诗英准备一场隆重的求婚圣典 两只武师随即口中吐出两幅意义非凡对联后 李循欢立即接下一幅对联 随即便让诗英接下另一幅对联之时 武师口中立马吐出五彩毒气郑重诗英 李循欢健壮飞身将武师踢倒在地 也在此时从武师身体出来几人便想杀了李循欢 这时的李循欢便要拔出飞刀几人剑状立即找寻掩体 随后告知李循欢如果想救灵诗英就将飞刀扔过来 李循欢为了救诗英直接就将飞刀包一起扔在几人面前 可几人不讲信用进出而反而还要将二人擒住 李循欢健壮直接一脚就将武师踢向几人 四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道打倒在地 而此时李循欢从诗英头上拔出发簪 直接射向四人 几人不知好歹竟然想抓住诗英结果 却隐恨西北 李循欢将诗英报回房中后 就请来医术极高的梅尔先生为其查看 可梅尔看见诗英中毒后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反而面色红润身体温度急剧升高 一时之间也想不出诗英身中和毒 李循欢看着身中剧毒的诗英在桃花树下翩翩起舞 心中也是无比自责当时为什么要让诗英去接下对联 而此时的梅尔却看出了端仪随即就说道 李循欢从梅尔口中明白等到诗英肤色暗淡无光后 也就回天乏树了 而此毒的创造者正是诸葛神君徒弟白小生所炼制 李循欢随即就决定前去向白小生寻求解药 可诗英却告知李循欢自己就是死也不愿向他们低头 也就在此时屋外传来起火的声音 等到李循欢打开房门之时熊熊大火已经逼近屋内 见此情景的李循欢只得背着诗英逃出府中前去寻求解药 可二人不知他俩正一步步走向幕后人的陷阱之中 李循欢带着林诗英打算前去找白小生寻求解药 不料四大门派早已等候多时 就当二人骑在马上却被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将马给绊倒 李循欢随即抓住诗英一个前空翻安稳落地 可二人刚走两步又被麻绳牢牢锁住 李循欢使出魅力将其正开不料飞刀连着包一起被绳子带走 顾不上飞刀的李循欢只得带着诗英继续逃跑 可这时两辆火车挡住二人去路 也在这时四大门派之人将二人团团围住 两方随即开始生死较量 可李循欢纵使武功再高也抵不过众人的危机 就当二人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时候 一陌生男人骑着宝马冲了进来带二人逃离此处 三人逃离危险后李循欢在外打水回来之时 却看见这男人竟趴在诗英身上 李循欢二话不说上前就对着男人一顿暴揍 可这时诗英却阻止李循欢随即就告知男人是在为自己疗伤 原来男人名叫龙啸云为了骗取二人信任 就故意说出自己仰慕小李飞刀 刚好路过李府见众人围攻二人索财冒死相救 李循欢和诗英对龙啸云不顾危险救下二人的行为十分感激 尤其刚刚不顾自己中毒危险为诗英吸出残毒的举动为之佩服 三人也因此增加了深厚的友谊 尤其是李循欢更是龙啸云为大哥 殊不知龙啸云所做的一切都是不一为之 目的就是想得到林诗英夺走李循欢的一切 所谓怀难见知己 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三人回到家后梅二就告知李循欢诗英所中之毒已基本化解 话音刚落几人就看见一夜之间龙啸云已满头白发 对此李循欢和诗英更是觉得亏欠龙啸云太多 重见李延之时龙啸云更是做起管家的事务把所有琐事安排妥当 二人越是对龙啸云抱有感激之情越是中了此人的陷阱更深 大哥你辛苦了 不会不会 能为诗英姑娘半年事 我愣死也快活 就在一天龙啸云无意间竟听到李循欢将要和诗英澄清 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让他提前实施自己的计划 次月李循欢找到龙啸云想将喜事告知大哥 而此时龙啸云却抢先一步说出自己想取诗英为妻 这突如其来的话语竟让李循欢惊叹不已 龙啸云随即又说出自己并不是江湖人士可以陪着诗英白头偕老 也就是这一句话彻底让李循欢不再说出自己和诗英之事 一个是自己深爱的女人 另一个又是自己重情重义的大哥 一时之间李循欢竟不知该如何选择 也在此时诗英文声来到李循欢身边 随即说出不管成亲后生活多么艰苦定要与其白头偕老 听见此话的李循欢便暗自决定要与诗英在一起 就当二人相拥在一起之时龙啸天却看到这一切 李循欢也被龙啸天手中斧头掉落在地发现 此时的李循欢竟无言面对龙啸天 诗英也随即说出自己不日后就将与表哥澄清 听见此话后的龙啸云只得挤出微笑恭喜二人 可转头就开始喝起闷酒哭泣起来 李循欢看见这一切心中也无比难受 也在这时伤心过度的龙啸云口吐番茄汁 见此情景的李循欢便冲了出来将其扶进房中 经过检查后梅二说出龙啸云定是受了刺激心结难解才会如此 李循欢怎会不知龙啸云正是因为自己将要与诗英成亲才刺激到 而此时的龙啸云再次病情加重 这时的李循欢已经心恶如麻他该如何决策 我乃是遇刺的探花了 名门望祖 我怎么能跟一个魔刀女在一起呢 小李飞刀李循欢明白梅二所说龙啸云的心病 正是因为得知自己要与表妹林诗英成亲 可自己与诗英真心相爱但是龙啸云又痴迷于表妹 现在的李循欢真的难以决策 一边是自己认为的好兄弟 一边又是自己心爱的女人 就当李循欢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呼听一声惨叫 李循欢立即飞升过来却看见几个蒙着面的黑衣人将梅二擒住 见此情景的李循欢就让众人放了梅二 可此时黑衣人却让李循欢交出飞刀否则立刻杀了梅二 为了梅二的安全李循欢又一次扔掉飞刀 黑衣人见状立即与之交战 可没了飞刀的李循欢就好像没了牙齿的狼只能与二人打个平手 也在此时房中照看龙啸云的诗英一脚就把闯进来的刺客踢飞 诗英随即出手与黑衣人开始较量 不多时候诗英就因武功不敌黑衣人便被绑了起来 就当黑衣人打算对诗英实施不轨之事的时候 突然醒来的龙啸云推开黑衣人 也为了让这英雄救美的效果更逼真一些竟还深重一道 而此时的李循欢也听见诗英的呼救声就知道自己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于是飞身一脚就将巨石踢向黑衣人 二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石直接砸葛屁了 随即又用树枝当作暗器将斜持梅二的黑衣人给杀了 就当黑衣人想杀了龙啸云之时 就当李循欢打算解开绑在林诗英身上绳子之时 忽想到龙啸云为诗英所做的一切 为了龙啸云也为了诗英一生的幸福 于是一个成人之美的想法就浮现在脑海里 随即就说出一些伤害诗英的话 林诗英听见表哥说出此番话来也心如刀脚 李循欢随即就将诗英推开转身离去 这时的李循欢为了让诗英对自己彻底死心 于是便跑到男人的天堂望花楼与头牌姑娘林仙儿唱谈人生 得知李循欢在烟花之地逍遥快活的林诗英眼中的泪水顺势流下 可始终不相信自己表哥会突然之间变成此番模样的诗英 便决定亲自前去查看 当诗英来到万花楼之时李循欢也看见诗英前来 为了彻底让诗英放弃自己也为了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 于是就故意当着诗英的面与林仙儿亲亲我我 这时的林诗英最终相信眼见为时便哭着离去 等到诗英走后李循欢也是气不成声 可为了诗英的幸福只能如此 而诗英出来后也久久不能接受此番事情 此时的龙啸云也趁此机会顺利拿下诗英芳心 为了让诗英对自己断了念想 于是派人送去自己与林仙儿喜帖 诗英见表哥已寻得人妻 不知是为了赌气还是真的爱上龙啸云 于是也派人将自己与龙啸云的喜帖 送到万花楼交于李循欢 太好了 大家都成了新郎了 不知是否是巧合两对新人竟在同一天成亲 而此时的白小生也佩服龙啸云的计谋 竟然顺利拿下林诗英 就当两对亲人在路上碰面之时 李循欢拿出李人的房契地契送与龙啸云 而林诗英则将李循欢赠予自己的发钗 送与林仙儿 就当李循欢的花轿离开后 回到轿子里的林诗英哭成了泪人 也就在当晚李循欢拿出一张银票 和一封修书交与林仙儿后便转身离去 可林仙儿根本不懂李循欢为何如此操作 没有办法的李循欢只好将他与林诗英之间的事情 告知林仙儿 林仙儿听见李循欢说出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也敬佩他的为人 李循欢为了不让诗英知道自己是为了他的幸福 才与林仙儿假成亲 便离开此地浪迹天涯 时光匆匆一转眼 李循欢也在关外过了整整十年 此次回到中原就是想看一看故人是否安好 这十年里李循欢久久无法忘记表妹林诗英 每天都会用飞刀刻着诗英的雕像 就当李循欢的马车行驶在路上之时 却遇见一位奇怪之人 上车来 我带你一程 你是笼子啊 李循欢见此人如此冷酷 却跟当年的自己颇有几分相似 反而并没有生气 只是继续前行 二人来到酒楼便打算吃点喝点再继续赶路 可就当二人刚坐下来之时 屋外走来江湖鼎鼎有名的黑白二蛇 二人进入屋内后 直接找到龙眼镖头诸葛雷让他交出押韵的货物 而此时坐在旁边的标诗见此情景 立即起身噼里啪啦说了几句 可还没有等到此人将话说完 白蛇顺势从身上抽出软件 请客间就将此人脸刺了个窟窿 白蛇随即又问到诸葛雷现在是否可以交出货物 可诸葛雷也是标诗行业中的佼佼者 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就拿出货物 这时另一位标诗就想偷偷将货物藏起来 可这怎会逃过黑白二蛇的眼睛 直接一个手起刀落此人一直手背费 随后黑蛇直接带有侮辱性地说出 只因为你们的脑袋不值钱 请问你的脑袋值多少钱 说出此话的正是李寻欢在路上遇见的少年 小伙见二人如此嚣张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 便想伸张正义就对着黑蛇一顿嘲讽 黑蛇听出此人竟然如此说话 必定有点实力就不想与之纠缠 可少年现在就喜欢为他人打抱不平 非得纠缠不放 见小伙今日定要和自己比一个高低 也不甘示弱直接亮出软件刺向小伙 小伙顺势飞身用脚踢到木柱 借用弹力直接一个回手掏就将黑蛇斩杀 白蛇见小伙请客间就将自己兄弟杀了 就故意装作恐慌倒在地上将所有银两人给小伙 而另一只手已经偷偷拿走货物就逃之夭夭 就当小伙想要离开之时 诸葛雷竟想来一个背后偷袭 李寻欢用光一样的速度使出飞刀刺杀诸葛雷 为之以为 我的剑天下最快 你的飞刀比我还要快 二人英雄西英雄随即就摆上一桌聊起天来 从聊天中李寻欢也得知此人名叫阿飞 行走江湖多年是一个爱抱打不平之人 李寻欢也对此人非常喜欢 也将自己大名告知阿飞 二人从白天喝到黑夜好不快活 又在桃花园内以酒会午甚至开心 二人也在开心之时结为异性兄弟 李寻欢每到一处就会将自己刻好 林诗音的木向深埋地下 以此来告诉自己将诗音的爱埋在土里放在心中 这个说说的老头正是白小生兵器谱中排名第一的天机老人孙白发 此人讨厌江湖上的恩恩怨怨 所以就跟孙女在此处说书 正当孙女小红说到龙啸云夺人欺霸占别人房屋之时 一气势汹汹小孩子走了进来对着爷孙俩就开始一顿大骂 可小红根本没有对小孩的气势给吓到 而是问爷爷此人是谁 而天机老人就告知这孩子正是龙啸云与林诗音所生之子龙啸云 听完此话后的小红就又准备开始继续敲锣打鼓说起输来之时 可小红跟着爷爷在大的风浪都见过何惧此番 随即还跟着爷爷开起玩笑来 而也在这时龙啸云却听见一人在边上哈哈大笑 出于好奇的小云便过去质问男人为何发笑 原来刚刚发笑的男人正是与李寻欢结为兄弟的阿飞 此人爱打抱不平今日见到此番事情又想插手管一管 龙小云见阿飞出言不逊立即点了阿飞穴道 就当小云点了阿飞穴道后就准备让下人将一孙二人杀死之时 一根咬了圣半截的甘蔗随即将此人砸倒在地 正当小云疑惑之时才看见阿飞手中的甘蔗已不见了 小红见小伙子跟自己一样小聪明挺多的就上前聊几天来 龙小云见二人当着自己面还在嘻嘻哈哈 随即就命张笑仪用自己绝学分精错骨手来对付阿飞 只见张笑仪立即出手就将木板抓了个稀巴烂可就当在出手时 自己身体已被阿飞用脚顶住根本动弹不得 随后二人开始较量可阿飞技高一筹 不一会就用自己手中木剑将张笑仪手臂刺出一个窟窿 张笑仪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今天会栽在此处 只好扶着受伤的手臂前去让梅二救治 等三人走后客栈里又恢复往日的热闹 阿飞也坐在观众席上幸福听着小红女爷爷在台上讲书 三人来到梅二草堂后就开始大呼小叫起来 梅二纹身赶了过来就为张笑仪查看一番 随后就告知此伤自己可以救治 但是自己前面还有一位病人需要救治 所以必须要等到此番病人治好后方可救治张笑仪 可是被父母宠坏了的龙小云却很是不爽 随即就说出要去杀了此人后就让齐仙为张笑仪疗伤 小云来到后堂后就看见一男子坐在凳子之上 这男人正是小李飞刀李寻欢在此与梅二续久 龙小云随即就说出一些假人假意的话来迷惑李寻欢 可李寻欢以为一个小孩子没有当回事的时候 站在后面的小云直接用绳子将李寻欢勒住 李寻欢见此番情景直接一个后仰就脱开束缚 可不死心的小云从袖口中发出暗器可又被李寻欢接住 李寻欢见小孩如此恶毒便将两只暗器还于小云 龙小云见两次出手都没有伤其分毫 直接上前拔出匕首次向李寻欢 可小云武功再高也只是个小孩挤翻下来 李寻欢又将匕首夺下 这个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的孩子 正是李寻欢八败之交龙孝云和心爱女人林诗音所生之子龙小云 李寻欢见孩子年纪小一次次不出狠手放过他 可龙小云竟恩将仇报一次次想致李寻欢于死地 无奈的李寻欢只得将龙小云武功尽废 可就当李寻欢废除孩子武功后张孝亦却告知 李寻欢看见面前这个孩子正是诗音的儿子心里无比愧疚 自己以后拿什么面目去见大哥龙孝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诗音 随后经过梅二检查告知以自己医术来救治 虽然小云武功尽废可身体与常人无异 李寻欢来到曾经的李源可却变成了今日的星云庄 往日的记忆立即浮现在心头可却物是人非 也就在这时龙孝云飞奔出来叫住十年未见的贤弟 十年光阴龙孝云满头白发已经变黑 而李寻欢在这十年里夜夜思天天恋却已花白了头 就当二人来到房中来维护小云的江湖中人立马冲上前来 龙孝云健壮就故意加大语气来呵斥众人 随后又当着李寻欢的面痛骂自己儿子 乃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听见此话的李寻欢更是羞愧难当 此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伤了小云 大哥不仅一句责怪都没有反而痛骂自己儿子 而也就在这时李寻欢见到十年未曾蒙面的表妹林诗英 可林诗英却一改多年前的态度 竟痛斥李寻欢为何伤害自己唯一的儿子 而小云竟不知悔改还故意添油加醋说出 李寻欢见此番情景再多一句话也是徒劳 于是就只得看着诗英伤心难过对着自己一顿大骂 随后带着儿子转身而去 画面一转阿飞在街上看见有一通告挂在墙上 可阿飞大字不识一个根本不知通告是何内容 于是从旁边大叔口中才得知 原来此番告示正是万花楼林仙儿所写 只因最近梅花道重出江湖 只要有人能将其抓住就会以身相许 阿飞听完此话后怎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于是立即让大叔带自己前去见林仙儿 可就当阿飞转身之时一股迷烟直接将其迷倒 原来是张笑仪为了抱阿飞的一件之仇所才将其迷晕 可就当张笑仪将阿飞带进星云庄 却被在旁边喝酒的李寻欢听见众人抓到了梅花道 可李寻欢看见的梅花道正是自己小兄弟阿飞 原来张笑仪此番操作就是想栽赃嫁祸于阿飞好 让他知道得罪自己的下场 正当张笑仪等人想用梅花暗器来栽赃阿飞将其处死之时 李寻欢走了近来龙孝云也随即高兴地告诉贤弟 众人已将风靡江湖数十年的梅花道得擒住 可此时的李寻欢竟直接上前置问阿飞让众人最后哑口无言 这个身穿披风头顶泡面卷的男人正是小李飞刀李寻欢 为了证明自己小兄弟阿飞并不是叱咤江湖的梅花道 于是就当着众人面将绳子解开让他再与张笑仪比试一番 听见此话的张笑仪已无路可退只得硬着头皮与阿飞较量 阿飞虽然手中没有任何兵器可却一点都不慌 只见张笑仪立即出手用剑刺向阿飞 可速度极快的阿飞直接剑招招招几番下来就将张笑仪踢翻在地 李寻欢随即就质问众人以张笑仪的武功如何能擒住梅花道 可众人根本不听李寻欢之言说着就要联合起来抓住阿飞 李寻欢立即亮出飞刀 几人见李寻欢亮出飞刀也不再多言 随后李寻欢便让阿飞先行离开此处 夜晚闲来无事的李寻欢就来到自己之前住过的冷箱小住之时 却被里面的琴声所吸引 随即有感发说出几句诗赖 这不说话不要紧一说尽让楼上弹琴之人戛然而止 这时旁边几个江湖之人性质正浓却被李寻欢破坏 随即就亮出剑要杀了李寻欢 可李寻欢双手合十直接将剑牢牢卡住 随后手臂一挥就将众人打倒在地 就当众人还想上前在与李寻欢恋恋之时 一押唤上前告知李寻欢小姐有请 随后林仙儿说出李寻欢写下修书走后 心灰意冷的林仙儿便又回到万花楼 得知此事的龙孝云便将仙儿接回李源 又与诗英结为异性姐妹 而发出公告抓捕梅花道的正是自己 因为天下唯有李寻欢可以将其抓住 这么多年过去林仙儿还是一直深爱着李寻欢 为了留住李寻欢仙儿竟主动投怀送棒 可李寻欢对仙儿只有愧疚之情 并无他想自己只钟情于林诗英还是转身离去 次日阿飞将李寻欢请到酒楼中 感谢昨日救命之恩 二人喝着美酒听着天机老人与孙女 在台上讲书好不快活 就当爷孙二人说到精彩之时 几个不快打断二人 随后竟说出怀疑二人是没花道 立即就将二人抓起来带走 这时的阿飞随即就想前去解救爷孙二人 可却被李寻欢拦住 因为李寻欢想找出正幕后人到底是谁 随后二人便悄悄尾随众人 果然不多时张笑仪就带着家丁将捕快们换下 随后又带着爷孙二人继续前行 其主要目的就是想从二人口中得知阿飞的下落 不一会张笑仪就将二人带到一处荒芜人烟的地方 随即就开始质问二人让他说出阿飞的下落 嘿嘿 大侠 你别问我人了 我是说出的 他是听说的 我们是大孩子咋不着啊 张笑仪见老头不肯说出实话 就立即命人将小红抓起来送到万花楼 阿飞听见后便决定跟着小红几人 找到合适机会将其救下 可张笑仪不知自己为自己找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阿飞在哪里 在你家 嗯 在我家 你这么急着找他 你够孝顺的 第一又是谁 你是天机老人 还是瞒不过小李探花 这个正在被张笑仪欺负的老头 正是白小生兵器谱排名第一的天机老人孙白发 就在刚刚张笑仪为了从老头口中得知阿飞的下落 于是就让弟子们将其孙女小红卖到万花楼去 可天机老人根本不知阿飞的下落便又一次告知自己并不知情 张笑仪见此人始终不愿说出阿飞的藏身之处 于是就命手下好好教训一下这位叔叔的老头 张笑仪见状立即上前与天机老人较量 可老人跟完一样击退两位弟子后 就抱着张笑仪的头就是一顿暴揍 这操作竟让张笑仪毫无还手之力 而此时阿飞早早就在路口等候 在小红被带走之前将其救下 可两个手下竟然用小红来威胁阿飞放下手中逐剑 阿飞为了不让小红受到伤害 只得乖乖扔掉手中之剑 二人剑撞直接上前攻击阿飞 而阿飞虽然没了武器可对付二人 也是绰绰有余三两下就将二人踢开 也趁此机会用力将小红手中铁链斑断后 顺势扯下树枝就对着二人一顿输出 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树枝打得是面目全非 只得落荒而逃 正当阿飞与小红回来之时 却看见李寻欢并没有前去帮忙很是不解 而李寻欢却淡定告知阿飞自己在此偷失学艺呢 原来这时的老人已经将张笑仪打得鼻青脸肿 面目全非 随后从李寻欢口中阿飞才得知爷爷乃是武林至尊天机老人 而天机老人却不想杀了这个所谓的武林正派的张笑仪 可张笑仪却告知众人自己要拿回配件回去后 才不会被拆穿 听见此话小红便一脚就将钢刀踢给张笑仪 可贼心不改的张笑仪立即抓住小红用刀威胁天机老人自挖双目 其主要目的就是想以此震慑江湖来增加自己在江湖上的地位 迫于小红的安全天机老人只得举起右手准备自挖双目 就在这危急时刻阿飞用逐渐刺向张笑仪 可李寻欢的飞刀速度更快更准直接命中张笑仪咽喉 就当李寻欢解决掉张笑仪走回家路过冷箱小株之时 却看见林仙儿屋中有黑影一闪而过 担心林仙儿安慰的李寻欢没有多想便冲了进去 就当李寻欢看见屋中摆放着梅花标记和图案之时 无数的暗器随之射进屋中还好李寻欢身手敏捷才得以躲过 原来这一切正是众人故意为之目的就是想除去李寻欢 随后以白小生为首的众人挡住李寻欢去路径 并说出李寻欢才是真正的梅花道 众人几番言语后就准备合力将李寻欢擒住 可就当李寻欢亮出飞刀之时几人却望而却步 就当双方成对立之势时龙啸云上前一把握住李寻欢拿飞刀之手 随后就故意说出要带着李寻欢前去喝酒 也就在这时几人趁机而动众伤李寻欢让其动弹不得 就当李寻欢准备出刀打算伤害几人之时龙啸云又一次站了出来 几人也一起与龙啸云和谋演了一出双簧 这个罪意朦胧的小伙正是逍遥浪子阿飞 就当阿飞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之上呼听见一声大叫随即飞身拦住此人 阿飞见此人如此嚣张立即说出狠话将其吓住 不料男人直接从口中吐出暗器刺向阿飞 暗器刺出的形状恰好成梅花形态可身穿金丝甲的阿飞根本不具暗器 男人见状立即拿着钢刀攻击阿飞 可阿飞对自己的武功有着绝对的信任几番下来直接用竹剑刺穿男人咽喉 就当阿飞扶起女子却发现这女人正是林仙儿 随后又来了一个大大的公主抱将其带到安全之处 可这时的林仙儿却主动投怀送抱躺在阿飞怀里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也让阿飞不知所措 殊不知林仙儿这一系列操作而是故意为之 原来就在早上阿飞与爷孙二人在客栈吃饭之时 将自己获得金丝甲之时告知二人不料却被林仙儿听到 林仙儿为了得到武林至上法宝于是就自导自演这场好戏 次于一早阿飞就背着梅花道尸体找到众人 想将自己抓到梅花道之时告诉大家 不料却看见自己大哥被众人所擒重 大哥怎么会这样 他们说我是梅花道 这时的赵正义却站了出来告知阿飞误会 以解真正的梅花道乃是李寻欢 可阿飞却告知众人自己在昨夜已经将真正的梅花道杀了 林仙儿也在此时为阿飞证明确有此事 不管阿飞如何说出实情众人也不为所动 这时的阿飞也终于明白御家之罪和患无辞说着就要带李寻欢离开 几人见状立即上前围攻阿飞 可阿飞纵使武功再高也抵不过众人一起围攻 更何况还要带走被点穴的李寻欢 就当阿飞跟几人打得如火如荼之时 一串佛珠将阿飞击退数米之远 原来此人正是少林高僧星梅大士带着众弟子前来 解不开李寻欢的穴道是永远也杀不出去的 此时李寻欢也立即劝阿飞赶紧离开此处 觉得言之有理的阿飞立刻飞身跳出窗外逃走 龙孝云随即问星梅大士为何事来到星云庄 这时和尚就说出自己在悬崖之下发现张孝宜尸体 而张孝宜正是少林高僧星远之父 此次来到此处就想查清楚张孝宜是否是李寻欢所杀 而李寻欢却直言不会告知张孝宜确实是自己所杀 听见此话的星梅大士便决定将李寻欢带回少林查清此案 这时龙孝云却故意问李寻欢是否愿意跟着大师一同前往少林 至少少林寺都是真和尚 没有这些未君子 此次阿飞没有把李寻欢救出来心里也非常自责 也就在这时林仙儿也追上阿飞问道想去往何处 阿飞也明白林仙儿乃是风尘女子再加上她和大哥的关系就想直接拒绝于她 可耐不住林仙儿的温柔体贴只得告知自己的住处 可阿飞却不知道林仙儿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报复李寻欢一次次抛弃自己 而阿飞只是林仙儿报复李寻欢的工具和拿走金丝甲 李寻欢 你到底有什么魔力 是一切在家 我说死 李寻欢 这个时常把兄弟人意挂在嘴边的男人 正是小李飞刀李寻欢八败之交的大哥龙孝云 此次来到客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杀李寻欢之时 肃清障碍将说书的爷孙二人关进牢中 话应当落几位官差就找到爷孙二人以拐卖而同罪名将二人带回衙门 可天机老人明明可以带着小红逃脱却甘愿受负 其主要目的就是想找到真正的幕后操控手 二人刚被抓进牢中就轻松打晕牢头逃了出去 而此时龙孝云在小二的指引下与赵正义来到天机老人房中搜查 可二人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之时 龙孝云发现墙壁之上有一只硕大的掌印深入墙中 而经过龙孝云细细判断最终得出结论 而就当二人离开之时却被爷孙二人看见 天机老人从此可以推断此次被关进牢中定是二人所为 于是天机老人便决定从赵正义口中撬出李寻欢被关在何处 就当赵正义回到家中打算调戏丫鬟之时 天机老人已在床顶之上 丫鬟见状便想逃离房中 不料老头速度极快直接站在丫鬟面前 你别过来 别过来啊 你在更让搜查我的房间 我不能收到你的房间 赵正义见老人没有防备之时立即出手想对其下手 不料老人速度极快几番下来 赵正义累得差点虚脱可连碰都没有碰到老人 现在的赵正义明白自己根本不是天机老人对手 于是就问其为何如此 老人迅速一掌就打在赵正义胸前随即告知刚刚打出的乃是断骨掌 若想活命就配合自己做一出好戏半个时辰内方可解读 快点去 过了半个时战 神仙也救不了咯 不多时赵正义便找到龙孝云就按照天机老人所说一五一时告知 龙孝云得知爷孙二人逃出牢中定会前来救李寻欢 于是立即就让赵正义准备弓箭要将李寻欢射杀 可龙孝云做梦都没有想到爷孙二人早已经将林诗音带到此处 也亲耳听见一直想杀害自己表哥李寻欢的人正式向龙孝云 现在你却听见了 次云一早铁迪先生便来到李寻欢关押之处 还蒙在鼓里的铁迪到现在都认为李寻欢就是杀害自己妻子的梅花道 就当铁迪先生打算出手之时林诗音来到此处 林诗音趁铁迪不被支持一掌就将其打晕 随后就对着李寻欢将龙孝云对其所作之事全部告知 而听见此话的李寻欢并没有感到意外 而是让林诗音赶紧离开 可这时的林诗音并不想离开 反而想救出表哥让他逃出去 带不走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 而这在此时龙孝云走了近来 看见二人状态心中明白自己的秘密已被试破 可这时李寻欢却告知自己早就知晓一切随即就说出 就在多日前龙孝云一把抓住自己手之时已经明白一切 可为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竟独自忍受这一切 这个躺在床上身受重伤的男人正是快见阿飞 昨日虽然胜利战胜三关但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可却被有预谋的林仙儿救了回来 其目的就是阻止阿飞再去解救李寻欢 阿飞却不知就当自己昏迷之时李寻欢已经被押往少林审判 而林仙儿为了报复李寻欢狠心伤害自己两次便与龙孝云和谋 在前往少林的路上请五毒童子杀害李寻欢 李寻欢已经在路上 我要他死在半流上 李寻欢虽然在情感面前是个活生生的傻子 但在江湖险恶这方面却是个高人 众人来到客栈吃饭时李寻欢明白龙孝云定不会让自己轻易前往少林 就当几人在桌上吃饭之时李寻欢顺势用筷子打掉田七手中的饭菜 随即说出饭菜里有毒 而此时的青梅顿感是有不妙利即让弟子放下手中筷子 不料还是为时一晚四位弟子早已吃下饭菜瞬间毙命 而此时的李寻欢明白能神不知鬼不觉在饭菜里下毒之人 江湖之中只有一人那便是五毒童子 于是三人便决定不吃不喝继续赶往少林寺 而此时的阿飞也甚是担心大哥李寻欢在路上的安危便想前去保护其安全 可这时的林仙儿却以阿飞身体未曾康复加上自己担心为由 就故意拖住阿飞不让其离开自己 阿飞哪里受得住林仙儿的妩媚只好就此作罢安心养伤 可人是铁饭是刚一顿不吃饿的荒现在的田七已经饿得前兄家后辈 也就走在路上知识见车夫下车买了大饼 而且吃下后一点问题都没有 田七店买下车夫手中的大饼让二人与自己一起享用 可李寻欢却告知现在的大饼肯定有毒坚决不吃 而田七却告知是自己亲眼看车夫吃了馅却也没事 便催促大家赶紧吃掉好友精神赶路 可李寻欢怎会不知这是田七故意为之好让自己为他试毒 便又一次拒绝 也在这十天七将手中大饼扔给地上的小狗 而小狗刚吃下大饼立马全身抽搐暴毙而亡 夜晚几人来到客栈后就打算好好休息一夜明日继续赶往少林 可星梅大师武功如此之高却没有发现天机老人一路尾随来到此处 可想而知天机老人的功力高出星梅大师多少倍 就当小红不解爷爷为何不直接解开李寻欢学到让他自行离开 反而让二人苦苦跟着他们 可这时天机老人却告知小红如果就这样放了李寻欢梅花道之名 他就要背上一辈子 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田七来到李寻欢房中 随即就告诉李寻欢自己奉四爷龙啸云之命在此处了结其性命 李寻欢虽已在生死关头可却一点也不慌 而是告知田七可以上前来试试 就当田七拔出钢刀准备动手之时屋内蜡烛瞬间熄灭 田七见状又上前砍去不料 却被天机老人在背后死死拉住让其动弹不得 这黑灯瞎火的着实把田七吓得不轻随即大叫起来 而也在此时闻声赶过来的心眉便问发生何事如此吵闹 可李寻欢却说出刚刚五毒童子小癌行刺 却被田七救下 这个盘膝而坐的男人正是白小生兵器谱第三的小李探花里寻欢 因杀了少林高僧心远父亲张笑仪 又被龙啸云等人嫁祸为梅花道所被心眉大师带往少林查清此案 可三人前往少林之时又被五毒童子下毒暗海 无奈三人只能不吃不喝空腹前往少林寺 就当众人来到一路边贪知石田七见两个小孩因不愿喝粥再次吵闹 自以为聪明的田七立即买了两个烧饼就与两个小孩交话来吃 正当二人刚吃上第一口之时脸色立即发黑 二人千算万算还是没有躲过五毒童子的暗算 田七见自己命不久已立即出手就想杀了李寻欢 但却被心眉一掌拍中瞬间毙面 原来心眉在这几日与李寻欢的相处 觉得此人正气凛然不像是个十恶不赦的梅花道 于是才救下李寻欢并且还解开其全身穴道 可李寻欢以德报德也救下心眉大师 还答应定要带他回少林疗伤 而另一边阿飞准备去少林寺救人 但是为了林仙儿的安全 他还是决定先把心儿留在客栈 在林仙儿连日来的温柔攻势下 直男阿飞最终被其征服林别前 还把自己的金丝甲交给了林仙儿 可当他刚迈出客栈大门就听到了林仙儿的呼救声 他连忙转身赶回房间只见林仙儿躺在地上 嘴角还有一丝血迹林仙儿告诉阿飞 金丝甲 阿飞听后马上追了出去只见他飞身一跃 将四名黑衣人尽数拦下随即拔出逐渐击毙其中两个 可黑衣人并不想束手就请反而再次攻来 抓准时机更是一箭刺穿二人胸口致使两人当场毙命 当阿飞把金丝甲拿回后林仙儿躺在他怀里 再也不让他离开自己半步 阿飞无奈只能延缓前往少林寺营救李寻欢的步伐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林仙儿和白小生的计谋 他们的目的便是困住阿飞使李寻欢孤立无援 画面一转李寻欢为了躲避五毒童子的追杀 背着星眉大师抄小鹿赶往少林 可是他们却中途迷了路 就在李寻欢不知所措时小红竟追了过来 他知道这是龙啸云射的圈套 所以敢来劝李寻欢不要自投罗网 可是却被李寻欢直接拒绝 情急之下小红只能说出自己暗恋他的事情 我在乎 我愿意 就在此时五毒童子追了过来 还引来了无数的蝙蝠 李寻欢见状马上把小红藏在身后 因为他知道这些蝙蝠不能见血 一旦见血他们就会发起猛攻 于是他拿出仅有的一只飞刀 打算用言语激怒五毒童子 使他暴露行踪给其致命一击 可就在此时身中剧毒的星眉大师 惊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 顿时引来无数蝙蝠的攻击 但这也让五毒童子放下了戒备 危急时刻李寻欢听声便未找准 五毒童子的藏身方位 一刀射出只听一声惨叫 飞刀正中五毒童子的咽喉 他从术后亮相地走了几步便倒在地上 流出的血瞬间引来了无数的蝙蝠 我一直在给你说话 还好找出你藏身的方位 星眉大雪 只要他醒来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小李探花李寻欢历经万难 最终跟小红二人将星眉带到少林寺 可少林门闺森严只允许李寻欢之身 进入小红却只能在外等候 这可把小红气的差点要骂街了 可不管想任何办法进入寺中 还是被少林弟子赶了出来 而也在此时临时因为了彻底 让表哥李寻欢摆脱梅花道之名 于是挟持钦差大人和自己 一同前往少林为李寻欢作证 可就当李寻欢来到少林大殿之上 等着众高僧为自己洗脱罪名之时 白小生却走了出来 李寻欢千算万算 也没有算到白小生会提前一步来到少林 而此时的李寻欢只能把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星眉大师身上了 可这时新建高僧却告知自己师兄 星眉因中毒太深已经原济了 听见此话的李寻欢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新建大师随即就质问李寻欢 为何要毒害自己师兄 可现在的李寻欢就算有百张口 也无力解释清楚 只得承认自己是梅花道和毒害星眉的凶手 李寻欢见此番情景 只得拿出自己飞刀向众人炫耀 几人见李寻欢拿出飞刀也是大言失色 而这时方丈星胡却劝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可众人哪里会明白李寻欢的心思 只见李寻欢拿出飞刀虚黄一下 立即飞升到众人身后 随即用披风将蜡烛抛向众人 当众人还在躲避之时 李寻欢直接一个纵身便逃离大殿 这时的白小生也暗自庆幸 因为如果李寻欢就这样逃了也就是默认一切 而少林弟子多达几千人 就算李寻欢逃到天涯海角众人也不会饶了他 可李寻欢却并没有逃出少林寺 而是跑进达摩堂 说话间众人也将达摩堂团团围住 随即星胡方丈就告知李寻欢出来受审 可这时的李寻欢却告知方丈给自己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定会有武林权威人士来到少林 倒是自己会当着天下人的面说出实情 可白小生明白李寻欢这是在拖延时间目的 就是等阿飞前来救自己 小里叹花李寻欢为了让星胡方丈给自己三天时间 查清此案静躲静达摩堂 可白小生怎会不明白李寻欢是在故意拖延 于是就请方丈直接烧了此间寺庙免的夜长梦多 可方丈却告知此禅房正是达摩祖师修行之地万万烧不得 再加上自己失地心没尸体在里面不想失地最后尸骨无存 于是就同意再给李寻欢三天时间 方丈大师果然一代总是切都不还 李某佩服 而也在此时阿飞和林仙儿也已经来到少林寺附近 阿飞也告知林仙儿自己将会在今夜初期不备前往少林救出李寻欢 可心如毒蝎的林仙儿却想到一个绝好办法来对付阿飞 就在当晚林仙儿就把阿飞带到一出大宅告知 祠府的主人正是远近闻名的恶人 随即让其进入府中然后自称梅花道将其杀害 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李寻欢是梅花道罪名给解除 觉得此法可行的阿飞就听信林仙儿鬼话进入府中 可阿飞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林仙儿与白小生和谋想让其自投罗网 就当阿飞进入府中后就找到这位张善人问其姓名 随即就用逐渐打算快速解决此事不料这一切都是几人事先准备好的 就在这时一只巨网从房梁上落下直接困住阿飞 也在这时白小生走了出来随即对着阿飞一顿嘲笑 可就当所谓的张大善人脱去面具阿飞才明白 少林寺和尚已经与白小生等人合谋来对付自己对付李寻欢 你们不去少林寺的对手 而也在此时李寻欢正坐在达摩堂里祈求阿飞速速前来救自己 可话音刚落白小生等人就将身受重伤的阿飞扔了出来 随即就告知阿飞线已经中了星剑大师独家武功七杰化鼓掌 天下唯有星剑一人可解雌掌之毒 如果想让阿飞平安无事必须要在少林大会之上将所有罪行独揽其身 否则阿飞并会被七杰化鼓掌折磨而死 而此时少林千佛殿内天机老人龙孝云和钦差大人已悉数到来 目的就是当着所有人面查清星眉之死和李寻欢是否真乃梅花道 而李寻欢又当如何去解释又当如何救出阿飞 少林四千佛殿内钦差大人和众多江湖众人齐聚一堂 主要目的就是审问李寻欢是否是梅花道和杀害星眉大师之事 话音刚落李寻欢便潇洒走进大殿之中 李寻欢看见众人后也纷纷点头示意让其放心 而这时钦差直接问到李寻欢对众人说其实梅花道可否属实 可李寻欢突然想起阿飞的现状随即就说自己正是残花狠手梅花道 随即又说出心眉大师也是自己收买五毒童子将其毒杀 几人听见李寻欢说出此话也是目瞪口呆 钦差见李寻欢自己都已经承认所有的一切 于是立即让假扮师爷的林诗音拿供词让其签字画鸭 无可奈何的林诗音便拿着证词让李寻欢画鸭 可就当林诗音来到其身边后却在纸上写出挟持自己逃出去 李寻欢抵不过林诗音苦苦哀求 只得用飞刀架住诗音脖子退回大魔堂 可众人岂会不知这正是林诗音为救李寻欢而故意为之 而也在此时被关押在密室里的阿飞 看见林仙儿与白小生一起轻轻握握才明白 自己一直在被林仙儿所利用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救李寻欢 因兴气难消直接口吐鲜血昏了过去 也在这时天机老人和孙女小红却发现地上竟会有血迹 而且此处却是达摩唐乃是至高无上之地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二人循着血迹竟意外发现机关 在密室里却发现奄奄一息的阿飞 见到此番情景的小红立即就让爷爷为其疗伤 可爷爷怎会不知阿飞所中的正是七绝化鼓掌 如果用内力为阿飞疗伤自己也会因内力进尸而亡 可不懂厉害关系的小红还在那里喋喋不休让爷爷为其疗伤 为了孙女开心也会得救活正义感十足的阿飞 于是天机老人还是出手为其疗伤 就当天机老人将毕生内力输送给阿飞后便倒了下去 这时的小红才明白可为时已晚 天机老人为救阿飞就这样离开了大家离开了孙女小红 快见阿飞得到天机老人全部内力后 也是满血复活 随即便来到房中见指钦差告知自己才是真正的没花到 也在这时龙孝云等人闻声赶了过来立即呵斥阿飞 阿飞见对方人多势众 自己主要目的是救大哥李循环便不再纠缠 立即挟持钦差来到门口逃离大殿而去 而此时的龙孝云担心钦差在此定会影响自己大事 于是初期不备一刀就将钦差送回老家随即大声呼喊起来 星胡方丈闻声赶过来 龙孝云立即告知钦差被阿飞所杀 星胡得之后立即命人敲响警钟全力擒拿阿飞 少林四能敲钟集合来对付阿飞 那阿飞定是恢复了 话音刚落阿飞就飞身来到达摩唐可兴剑和白小生 却紧逼其不放 李循环见阿飞以来就自己立即上前与众人交战 可刚上前交战几招后就头晕目眩倒在地上 而这时的龙仙儿却诡异地笑了起来 原来就在刚刚龙仙儿骗取二人信任后 就故意将含有十箱软金散的平安箱点燃在屋中 可此时的阿飞还在殊死抵抗救出李循环之时 躲在背后的龙啸云扔出暗器直接打晕阿飞 二人又一次被林仙儿锁片绑了起来53克问斩 龙大侠53克已到 也就当星剑起身准备杀死二人之时 小红用刀挟持星胡方杖让众人放开李循环与阿飞 而此时的白小生与星剑走了过来 合力出掌将星胡方杖打倒在地 李循环见二人心狠手辣为了杀自己竟连方杖也不放过 可白小生却大言不惭地说出二人使用的乃是武当派功夫 就算日后查起此事也与自己无关 而就当李循环想问龙啸云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梅花道之时 星胡方杖突然活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红与方杖演的一场好戏 目的就是为了找出真正的幕后凶手 那星胡方杖接下来又当如何呢 少林寺方杖星胡与天机老人之孙女小红眼的一出好戏后 就对着星剑一顿大骂星剑也被死而复生的方杖吓得不轻 可不死心的星剑却想来一个背后偷袭 还好星胡方杖反应过来随即与二人展开殊死搏斗 而这时龙啸云也感到是有不妙于事就想提刀杀了李循环已决后患 就在这危急时刻林诗音跑了出来叫住龙啸云求她不要伤害李循环 可龙啸云越是听见林诗音要救李循环越是生气 而此时看准时机的白小生飞身纵到林诗音身边 随即用判官笔威胁龙啸云杀了李循环免留后患 而这时的星胡方杖技高一筹直接使用少林龙爪弓将星剑全身武功废除 随即就怒斥白小生放开林诗音 可这时的白小生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只得催促龙啸云快速杀了李循环 龙啸云怎会不知现在已经大势已去 如果杀了李循环自己并不会有好下场 于是就把所有的赌注压在李循环身上 随即手起刀落将绑在李循环身上的绳子悉数砍断 李循环也顺势出手小李飞刀力无须发直接一刀封喉解决白小生 来人 回少林快毒 压力 是 星湖方丈解决完内部事情后就准备将龙啸云给杀了位钦差报仇 可此时的李循环却来了一个大大的反转竟向星湖方丈求情放过龙啸云 可星湖却告知李循环 龙啸云为了置你于死地不择手段 可李循环却说出一些重情义话语告知方丈 星湖方丈见李循环大人大义也佩服的五体投帝 于是就决定龙啸云的生与死交给李循环处置 可李循环不知就因为自己的重情义害得自己日后伤痕累累 解决完此事后李循环和小红一起告别阿飞 那接下来李循环又会遇见何人何事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今天是林诗英与李循环成亲的大好日子 可新郎却并不是真正的李循环 而是龙啸云想让李循环现身而故意射出此局 原来不久前李循环在少林寺揭穿龙啸云的阴谋后便怀恨在心 不仅不感激李循环力抗中人救下自己 还以得抱怨再一次想用林诗英为诱饵来杀了李循环 李循环得知此事后不听小红苦苦劝说定要前去现场找准时机就出林诗英 就当林诗英被媒婆强行与这个假李循环形叩拜之理之时 混在人群之中的李循环已经拿出飞刀 打算随时出手阻止二人澄清之时另一把飞刀顺势射向假李循环 原来是李循环好兄弟阿飞前来阻止林诗英嫁给别人 随后阿飞来到林诗英面前扶着他离开此处 而这时的李循环非常不解为何阿飞会如此顺利救出诗英之时 媒婆双手发飞瞬间倒地毙命 这时的李循环才恍然大悟原来龙啸云深知自己定会前来救林诗英 所将毒药暗藏衣服之内让自己触碰后毒发身亡 可阿飞却抢先一步救下林诗英为自己挡下这一遭 也就在这时阿飞带着诗英刚出门却发现自己已经身中剧毒 见此情景的阿飞顺势解开林诗英的哑学 就当阿飞想带着诗英先离开此处后 在运功疗伤之时 一批江湖中人拿着武器直逼二人 而此时的阿飞也拔出逐渐对准众人打算殊死抵抗 可毒性过于强大阿飞竟连战力都成问题 就在此时李循环与小红来到二人身边 而此时众杀手准备一拥而上之时李循环立即亮出三把飞刀 李循环还顾众人后顺势射出三把飞刀 随后头也不回便带着几人离开此处 可这时的龙啸云却呵斥几人为何不去追 快见阿飞中毒之后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 可这时的李循环却告知小红阿飞所中之毒无药可解 现在只能希望阿飞身体里天机老人的内力 可以帮助他化解毒性 而在晚上林循环找到李循环告诉他自己明日就离开这里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与其见面 因为如果自己留在其身边龙啸云定会对其伤害 可李循环十年前就已经为了兄弟情意将心爱之人给抛弃 十年后的今天说什么也不会再一次抛弃所爱之人 于是决定留下林循环不日后与他成亲 而另一边龙啸云得知李循环要娶尸英也是怒火中烧 于是决定要在二人成亲之日当中阻止二人 可鬼机灵的龙啸云直接一杯冷水泼向自己父亲 随即告知爹爹天底下还有一人不愿见李循环与别人成亲之人 亲儿 娘的心眼那跟林仙儿比吗 果然就在成亲当日林仙儿借机让诗英喝下一杯茶之后 林诗英立马身中剧毒不能言语 原来林仙儿将五毒童子所留下之毒放入茶中让其喝下 从此以后林诗英便不能说话面容敬毁 可林仙儿并没有善罢甘休直接将诗英衣服扒下穿在自己身上 与李循环澄清 这些银子 拿酒吧 我也是有同情心 林诗英看着自己现在的面容如何去面对帅气的李循环 就算表哥不嫌弃自己可他又将如何在江湖上行走 于是便暗自决定离开表哥自身自灭 可就当林诗英离开客栈之时却看见龙啸云来到婚礼现场 担心龙啸云会对李循环再次伤害于是便又回到客栈 而此时的诗英看见新郎成亲了新娘却不是自己心中无比酸爽 就当二人拜完天地准备夫妻交拜之时 诗英上前一把就将林仙儿的盖头给扯了下来 众人看见新娘不是诗英却成了仙儿也着实吓了一大跳 可林仙儿却告知众人因诗英不愿夹在两个男人中间便悄然离去 而自己则是为了不让李循环在众人面前难堪所才故意为之 可李循环爱的是林诗英怎会娶仙儿呢 于是当着众人面又一次拒绝了林仙儿 而此时的林诗英无处可去指得来到一破庙当中 可就在这时龙孝云等人追了过来却不识面前的女人 还威胁她说出自己妻子林诗英的下落 可龙孝云做梦都没有想到面前这个奇丑无比的女人正是自己夫人林诗英 也在这时阿飞冲了出来用自己逐渐力战众人 龙孝云等人不敌阿飞只得落荒而逃 阿飞强忍身体中的剧毒准备带林诗英离开此处之时 突然身体里的毒又一次发作直接口吐酱油晕了过去 而阿飞的命运又当如何 李循环还能找到自己心爱的林诗英吗 这个深夜用板车拖着一位行将救墓的人正是小李飞刀李循环欣赏人林诗英 因阿飞为帮李循环救林诗英所裁中了龙孝云的暗算 没有任何办法的林诗英指得深夜带着阿飞求医 可就当医师帮阿飞把完卖后却告知林诗英 阿飞所中之毒已侵入五脏六腑已经无药可救 现只能靠自身意志才能救回自己 而林诗英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照顾阿飞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而此时的李循环却来到最先楼重温之前快乐时光 可刚到楼上却看见貌似天机老人和小红的爷孙二人在此处说书 这一刻往日画面立即浮现在眼前 可正当李循环喝着酒准备听二人说书之时 一恶霸却鸡蛋里挑骨头找爷孙二人麻烦 李循环本不想多管闲事可恶霸却咄咄逼人 竟然还暴揍老者还想抓走女孩带回家中羞辱 忍无可忍的李循环便在楼梯口上对着几个水货一顿输出 不宜会功夫几人便被李循环打得遍体鳞伤逃之夭夭 围留下恶霸一人让其背着老者回家中疗伤 李循环将二人送回家后便打算离开之时老者却咳嗽不止 见此情景的李循环便让这个小红倒杯水来给爷爷喝下 女子来到桌子边见李循环没有防备立即射出暗器 可就当李循环转身之时又被老者在背后偷袭打成重伤摔倒在地 原来二人并不是爷孙俩而是江湖赫赫有名的青城双杀 主要目的就是想用李循环的同情心将其勤注 用这种卑鄙下三烂的手来对他领大家实在是惨愧啊 等到李循环醒来之时却发现自己已被牢牢绑住 也在这时真正的幕后操纵手也走了出来 这人正是之前被李循环废除所有武功的龙小云 随即龙小云告知李循环自己并不想这么轻易地将其杀掉 而是用最恶毒的方法羞辱这个江湖玉面小生李循环 原来此处正是春风楼随即就叫来两位女子来好好伺候李循环 小李叹花李循环凭借自己优柔寡断又一次被人所伤给擒住 就当龙小云将李循环绑在春风楼后立即叫来两个姑娘前来伺候 只见二人进来后二话不说直接就将李循环上衣脱去随后就开始大叫起来 等到老宝来后女子就告知李循环吃白食 听见此话的老宝哪里会同意随即命运将其拖出去绑在街上 等到李循环被绑在大街上后两位保安就开始敲锣打鼓引众人前来围观 随即就说出李循环逛窑子却不给钱 路人听见后就拿着东西对着李循环一顿狂扔 李循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行走江湖多年今天却在小河沟里翻船了 也在这时龙孝云也来到此处对着李循环一顿嘲讽后便让人将其放了 等到众人走后天空下起倾盆大雨 没有穿上衣的李循环也被冻得瑟瑟发抖 而也在此时一把雨伞却为李循环挡住大雨 画面一转阿飞经过诗英细心照顾 再加上天机老人内力的呵护最终体内所有毒素全部化解 可阿飞虽然此次大难不死但却失去了记忆 竟然连自己叫什么也不知道了这可把诗英吓了一大跳 林诗英虽然被林仙儿下毒变成了哑巴可还会写字 于是就在手中写出阿飞的名字 我不是字 这下好了一个不会说话一个失去记忆 也不识字两个人真乃绝配 这日几个小混混闲来无事恰好碰见林诗英 于是就想对气调戏一番 可见到林诗英现在的真容后也着实吓了一大跳 阿飞见状便想上前去阻拦几人 不料几人见阿飞是个傻子 于是对着他一顿暴揍还让其从胯下钻过去 忍无可忍的诗英便上前想救下阿飞可几个混混 竟然合伙欺负诗英 在这危急时刻阿飞身体里的武功被激发出来 随即就对着几人一顿暴揍 这个将李循环说成罪恶滔天的女人正是已经黑化的林诗 只因李循环为了林诗英一次次抛弃于他 于是便想借阿飞之手将李循环除去而后快 原来就在昨日阿飞得知自己有一身好武艺 便与林诗英在街上卖一正前过日子 不料这一切都被路过的林诗英 看见于是就想出一个完美计谋 林诗英找到林诗英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随后又告知李循环因想你思念成绩倒床不起 为了让李循环彻底死心便让他写封信将前因后果告知 再让阿飞将信送到三江客栈交与李循环 可傻傻的林诗英竟然真的听信伤害自己多次的林诗英 回到家后便亲手写了一封信交与阿飞 次日一早阿飞就拿着诗英写的信来到三江客栈 就当阿飞来到客栈后林诗英便有意地接近阿飞 就当阿飞见到林诗英后就问其信中之源是否在此处 而林诗英看到信后就故意装出一副恐慌的样子 这操作直接将阿飞的兴趣给激发出来了 随即就对着林诗英紧追不放问其到底因何是惊慌 而此时的林诗英以退为进故意说出李循环乃是江湖上无恶不作的杀手 听见此话后的阿飞随即又让林诗英拆开书信告诉自己信中内容 就当林诗英装作勉为其难打开书信后就告知阿飞 林诗英和李循环乃是杀你全家的仇人 而且林诗英在你身边的目的就是想利用李成为李循环杀人工具 阿飞现在已经失去记忆对林仙儿所说之话深信不疑 随后林仙儿又故意让林诗英前去李循环房中 诗英来到房中看见李循环身受重伤躺在床上也心疼不已 可现在的诗英五官竟毁李循环根本不时面前女子正是自己惺惺面道的女人 就当二人打算出门散步之时龙孝云派一群杀手围住二人 其主要目的就是想将女人带走从口中吐出林诗英的下落 就当一人抓住诗英想跑走之时李循环直接射出飞刀将其封后 可这一切却被林仙儿和阿飞看得一清二楚 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了 这个长得酷似无精的男人正是快见阿飞 自从阿飞失去记忆后就被龙孝云留在身边让其开窍 经过多日的苦练阿飞也能将身体里天机老人的内力灵活运用 也在龙孝云照顾下学了很多旁门左道的武功好对付李循环 阿飞为了测试自己近日所学飞刀的威力便与师父对抗起来 只见二人各自拿出树莓含有剧毒的飞刀射向对方 阿飞进步神速几日下来定能与师父打个平手 可正当师父夸赞阿飞已经清出于蓝之时 阿飞直接拿出藏在头发里的飞刀对着师父就是一下 错不及防的男人也被阿飞这一刀弄得直接隐恨西北 而此时的李循环却被身体里的毒素给整得奄奄一息 可就在这时有着预谋的龙孝云却与李循环相遇 龙孝云见李循环这副病泱泱的样子 就装作星成兄弟的表情便将其带到医馆治疗 经过医师用独家迎针治疗李循环也将身体的毒素全部排出 李循环看着面前的大哥也知道此人就自己定有阴谋 可李循环却暗暗告诉自己龙孝云已经改变不会再伤害自己 所谓江山一改本性却难以龙孝云怎会就这样轻易放过李循环 走 我们回家吧 就当龙孝云将李循环带回李人后就大摆宴席 请来江湖各大门派的代表来参加他与李循环的再次聚首 而此时的李循环根本不明白龙孝云为何请来这么多江湖中人 话音刚落一只飞刀就直接射了进来 来者不是别人正式已经被洗脑的阿飞 李循环见阿飞来到此处也是很诧异随即就问阿飞为何在此 可这时的阿飞直接拿出带有剧毒的飞刀要与李循环较量 而李循环也不解阿飞为何对自己说话语气变得这么陌生 阿飞随即就告知李循环此乃是自己仇人今日定要与其一决高下 只见阿飞手拿毒镖直接刺向李循环 可李循环根本不想伤害自己好兄弟只得处处躲避 只要你射死阿飞 你就会永远内疚永远痛苦 看你的飞镖能爱我何 新云庄庄主龙啸云设计想让李循环用飞刀杀了阿飞 好让李循环愧疚一辈子 李循环行走江湖数十年死在他飞刀下的人不计其数 可李循环万万不会用飞刀杀自己好兄弟阿飞 只好处处躲闪不让龙啸云的奸计得逞 可阿飞却步步紧逼非要置李循环于死地 而李循环便想出射出飞刀后还能不伤阿飞的好办法 也在这时阿飞扔出树莓独标次向李循环 而李循环顺势躲开后直接扔出飞刀 李循环为了不伤害阿飞只得借助飞刀的弹力点住阿飞穴道 可这时的龙啸云还想上前套近乎想让李循环继续留下与自己喝酒 而李循环已经明白这一切都是龙啸云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想让自己与阿飞互相残杀而他好坐收渔翁之力 可李循环不会再给他这个机会了便转身离去 也在这日李循环独自一人坐在三江客栈内喝着酒 突然阿飞气势汹汹也来到客栈内 李循环还以为阿飞恢复记忆来找自己叙旧便笑脸相迎 而阿飞直接从包袱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雷火弹 李循环知道此物的威力便对着阿飞说出往日之事 可阿飞早就被林仙儿将脑子洗得干干净净 不管李循环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也不听李循环解释 随即就扔出雷火弹砸向李循环 李循环即使反应躲过一截可屋内的百姓们却未能逃掉 小李子健壮便逃离此处以免更多无辜之人受到伤害 可阿飞紧追气后李循环一路跑阿飞一路炸 最终还是跑进死胡同内 李循环健壮只得掏出飞刀准备与阿飞来最后的较量 而阿飞也是在此处要彻底解决李循环为家人报仇 就当阿飞扔出雷火弹之时李循环却还是没有扔出飞刀 因为他知道阿飞失去记忆被人挑拨只得逃之夭夭 这个满脸惆怅的男人正是小李探花李循环 因江湖每一个人都对自己带有仇意 就连自己唯一的好兄弟阿飞都听信别人之言想除掉自己而后快 心灰意冷的李循环便决定离开此处 前往少林四处加围僧鱼声长扮青灯 可就当李循环刚走在城楼下时就听见熟悉的声音在此处说书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循环之前狠心赶走的孙小红 小红不仅没有因为李循环骂走自己而怨恨李循环 反而在此处说出李循环做出种种正义之事 此时李循环看见面前的小红心中也莫名酸楚 因为小红为他付出太多自己却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 小红见李循环向自己走来便迅速跑到城楼之上做傻事 可李循环怎会让这么温柔善良的小红在自己面前寻短见 于是便抓住小红一把就将其搂在怀中 在这一刻小红之前受过的委屈和酸楚也随之烟消云散 而李循环也在心中暗暗告诉自己日后定要好好照顾小红一辈子 画面一转自从阿飞上次让李循环逃走后便苦练魔刀们的武医魔刀 其主要目的就是享有朝一日找到李循环将其杀害 林仙儿看见阿飞已将林家绝学恋的炉火纯青也甚是开心 随即就让阿飞前去星云庄找到龙孝云给其一顿教训 好让龙孝云明白几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除掉小李飞刀李循环 而龙孝云自从找到林诗英的替代品莫兰后 便不再过问江湖之事一心只想和温柔体贴的莫兰长相厮守 就当龙孝云与莫兰在府中轻轻我我之时阿飞假扮李循环来到星云庄 龙孝云很明白这人根本不是真正的李循环 可阿飞二话不说直接拿出飞刀射向龙孝云 根本没机会躲开的龙孝云直接被飞刀给刺伤 回到房中龙孝云歹思不能其解为何有人扮成李循环模样行刺自己 而这时莫兰的一句话直接点醒龙孝云 这李循环一日不出 灵就难得安宁了 四爷 你只有派莫兰去卧底 你才能杀掉李循环呢 这位一心就想杀了李循环的女人名叫林仙 应得不到李循环的爱索才深恨一次次想至其余死地 故又一次找到龙孝云想让与林仙音长的极为相似的莫兰前去迷惑李循环 可龙孝云自从有了莫兰后便想退隐江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而林仙儿怎会就这么轻易地让龙孝云放弃杀李循环的想法 于是就故意说出这种种厉害关系 龙孝云听完林仙儿所说之后便同意让莫兰跟着众人演艺出好戏 而此时的小红从李循环口中得知 阿飞失去记忆多次对自己下狠手 于是便决定女扮男装前去星云庄找到阿飞将实情告知 可小红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经被林仙儿监视 林仙儿得知小红要来星云庄 于是就让阿飞来一个将计就计 就当阿飞准备离开星云庄 知识管家命人拦住阿飞让其不要离开 可阿飞立即出手打倒众人后就说出自己已经恢复记忆 不愧在和龙孝云同流和乌来对付自己大哥李循环 可小红不知阿飞所说的话都是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要让小红相信自己现在已经恢复记忆 阿飞为了更加让小红相信自己已经恢复记忆 于是就故意说出自己失去记忆这段时间对李循环的伤害 而小红听见阿飞能说出此番话就立即拉着他前去找李大哥 可阿飞却说出自己先要去解救林诗英才能与大哥见面 小红听见阿飞已经找到诗英姐也着实开心 随即便与阿飞一同前去解救诗英 就当二人来到破屋后小红便看见诗英姐正在此处 可这人并不是真正的林诗英而是龙孝云的新欢莫兰 随后莫兰就开始哭哭啼啼说出自己被龙孝云下毒 现在武功和声音都变了 善良的小红竟真的相信面前这个女人正是自己寻找多日的林诗英 随即就跑出去找辆马车将其带到李大哥身边 好 我会再跟你联络的 我走了 注意看这个男人只是想亲一下自己妻子而已 结果妻子直接一个大尔巴子呼了过来 李循欢以为面前这个女子是自己妻子林诗英 可她却不知面前这个女人并不是林诗英 而是万花楼头牌姑娘莫兰 原来就在昨天孙小红经过阿飞直音找到了这个所谓的林诗英 随后便请了辆马车带诗英前去与李循欢见面 龙孝云为了让莫兰的出现更加逼真 于是就命手下在半路之上来堵截二人 可小红武功再高也对付不了一群人 就当土匪故意想准备带走莫兰之时 骑着高头大马的李循欢出现直接飞身两脚 就将二人踢倒在地 众人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立即逃离此处 小红健壮就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告知李循欢 李循欢看见面前的表妹受了这么多苦难 心中也很是难受 小红见二人历经万难最终走在一起实属不易 于是便做出决定自己主动退出离开李循欢 身为女子的小红能有如此胸怀真男女中豪杰 而龙孝云为了让李循欢更加相信莫兰 于是就让小云找来几位江湖高手袭击二人 就当李循欢与诗音在客栈吃着饭之时 一群江湖中人立即冲了进来 随即就拿出独标射向二人 李循欢健壮立刻用桌子挡住众人的攻击 随后一脚就将桌子踢向众人 也在这间隙之中抱着莫兰逃离此处 二人逃出来后李循欢就将诗音带到荒郊野外散心 此行此景光聊天起不浪费这美好时光 于是李循欢便想在此处与所谓的林诗音做一次口舌大战 不料莫兰看出李循欢想法随即使出祖传大尔八子给其一下 从李循欢惊讶表情中不难看出李循欢之前肯定经常与诗音接吻 最后莫兰还是没能抵住李循欢强力攻击 最终如其所愿 小红离开李循欢后便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 忽看见阿飞竟在街上练起杂耍于是快步冲上前与之帮忙 可小红不知阿飞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听从龙啸云而为之 天际老人孙女小红非常不解阿飞虽然失去记忆 可为何每次非要至李循欢死地不练之前兄弟情义 而此时的阿飞终于告知小红实情 自己从别人口中得知李循欢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为了报仇所以必须要将李循欢给杀了 随即又拿出一封书信告知这信中所写正是李循欢所有罪证 小红见状便拿起信件看了起来 可就当小红看着书信却告知此信乃是临时音写给李循欢 其信中主要内容就是让李循欢照顾阿飞周全 阿飞听完小红所说也是半信半疑 小红见阿飞对自己所说之话并不是太信任 于是便让他到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不就真相大白了 觉得此法可行的阿飞便与小红一起离开星云庄 可二人却不知刚才在房中所说的一切都被林仙二听见 为了不让阿飞得知事情的真相定要前去阻止 阿飞来到街上见一小伙文质彬彬便让此人将信中内容告知自己 可就当小伙准备读出来之时一只飞镖直接将小伙给刺杀 你怎么了 是谁干的 是谁杀了他 而赶过来的小红见状立即带着阿飞逃离此处 就当二人来到一处寺庙支持小红便让阿飞进入寺中 让和尚读出此信中内容便肯明白一切 阿飞看见面前的小红能说出此话心中也开始动摇 等到阿飞进入寺中后便找到小沙迷让其将信中内容告知 可小沙迷读出书信后却让阿飞气愤不已 李大哥 当年你杀了阿飞双亲 等到阿飞出来后就立即对小红一顿大骂 随即就告知小红四中沙迷读出的内容与林仙儿所说完全一样 可这时的小红根本不明白四中僧人为何要如此 就在这时红了眼的阿飞立即出手想好好教训下孙小红 可小红哪里是阿飞对手挤着下来便被阿飞打倒在地 见此情景的小红只得逃离此处可阿飞不依不饶定要杀了小红 就在这时一人直接将小红拦住戴琪躲了起来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林诗音 小李探花李循欢自从找到所谓的林诗音后 就将自身所有内功传授给他而且还交起飞刀 可莫兰心不在此根本不想学这些只想回到龙啸云身边 而此时的阿飞还是非常用心练习武艺魔刀 也在这时林仙儿找到阿飞将李循欢把自身功力传授给莫兰 和二人献藏身于梅花岭告知 阿飞得知李循欢现处于虚弱状态和藏身位置后 就决定前往梅花岭杀了李循欢为家人报仇 次于一早阿飞便来到梅花岭李循欢见状也甚是开心 可还没有等李循欢开口说几句话 阿飞立即拿出武艺魔刀射向李循欢 李循欢见状立即飞身躲开可后面的大树随即四分五裂 这时的阿飞又拿出雷火弹扔向李循欢 而此时的李循欢已经无力抵抗只得逃离此处 可阿飞不依不饶一直追着李循欢 逃无可逃的李循欢便使用轻弓从水面之上逃离 可阿飞却使用雷火弹步不紧逼 最终李循欢被雷火弹击中消失在水面之上 等到阿飞解决掉李循欢后便来到漆床上寻找刀谱 果然在阿飞细心寻找下终于找到一些书信 随后便让莫兰看看此物是不是刀谱 原来所有的纸张上都是写着担心阿飞的字语 此时的阿飞也感觉是有不对 于是立即拿出放在身上的书信让莫兰读出信中内容 就当莫兰读完书信内容后阿飞彻底傻眼了 因为信中内容正如小红所说的一模一样 现在的阿飞终于明白林仙儿和龙孝云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目的就是想让自己亲手杀了李循欢 现在的阿飞也是追悔莫兰自己竟然亲手杀了好大哥 随即便来到河中想找到李循欢尸体 可水流湍急想找到李循欢谈何容易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阿飞还是在河流里找到李循欢 可这时的莫兰却告知阿飞李循欢已经凉透了 他没有心跳他死了 是谁下毒毁你的容啊 是他下的毒毁了你的容废了你的武功 快见阿飞得知真相后便把李循欢送往梅儿住处让他为其治疗 不管用什么办法定要将李循欢给救活 可这时梅儿却告知阿飞现在能救活李循欢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要用阿飞全身功力全部输送给李循欢护助心脉才可救其一命 但是如果将魅力全部传给李循欢后自己也将会变成废人 可这时阿飞却告知就算自己失去生命也要救活李大哥 阿飞随即便开始为李循欢输送真气不多 使李循欢身体也开始发生变化 但此时的阿飞却为了救活李循欢尽不顾自身安危 直到李循欢睁开眼的那一刻阿飞最终支持不住倒在床上 可李循欢得知自己此次能有惊无险地活过来 完全都是阿飞将自己全部内力输送过来才救回自己 于是立即就要将内力还给阿飞可因身体虚弱也直接昏了过去 而此时的林仙儿正坐在轿子开心笑着李循欢最终还是被自己所害 殊不知自己马上就要面临危险 就当教夫将林仙儿抬到荒郊野岭之时便逃之夭夭 随即又出现一批杀手围住林仙儿 正当林仙儿不解中人为何如此之时 带头之人说出几人凤龙笑于命令将林仙儿迈到远处寄院里 说话之间几人就将林仙儿擒住打算强行带走 可这时心慈手软的林诗英又一次跑了出来 无可奈何的小红只得将众人打退救下林仙儿 而现在的林仙儿看见诗英不恨自己毁他容貌 反而不顾危险能救下自己也是羞愧难当 于是立即说出自己身上有能治好姐姐良方便带着二人离开此处 三人来到药店后林仙儿便拿出药方让店家抓药 可从店家的眼神中便可以看出此人不是个好人 果然来到后堂之后就飞哥传书将店里之事告知龙笑云 龙笑云得知此事后就让人在药中多加点量 不多时候店家就将煮好的药端了过来 对林仙儿绝对相信的林仙音没有多想直接就将药喝了下去 可等到下人来到才知喝下毒药的正是妻子林仙音 你给他吃了毒药 林仙音喝了解药后便与众人一起来到梅花岭找李循欢 而也在此时阿飞就告知莫兰李循欢很快便要来到此处 为了不让李循欢知道这段时间有一个假诗英 于是就让他先行离开将这段时间和李循欢的点点滴滴全部忘记 正当莫兰要离开之时药力发作的林仙音突然大叫起来 林仙音吃了林仙儿的解药后果真面容恢复如初 随即便来到莫兰身边二人简单交流几句后 时序的莫兰便转身离开此处 而此时的阿飞还是非常痛恨林仙儿的所作所为 于是便将林仙儿赶离此处 可就当林仙儿离开不久后李循欢便回到屋中 诗英看见面前的李循欢瞬间泪如雨下 可李循欢根本不解二人只是几个时辰未见 诗英的举动却像二人多年未见一样 可李循欢哪里会明白这段时间 林诗英受了多少委屈多少苦难 二人紧紧相拥在一起之时 阿飞与小红便来到屋外 就当阿飞与小红来到屋外让二人独处之时 李循欢突然大叫起来 等到二人来到房中却看见林诗英已经奄奄一息了 原来这正是龙孝云令手下之人多加了一份料导致 众人见状立即就带着诗英前去草屋寻找梅尔救治 可几人来到屋中却看见梅尔却早已被杀害 原来就在不多时龙小云得知梅尔救火李循欢一气之下 便将梅尔给杀了 可龙小云不知就是因为自己这番操作害的自己娘也命不久矣 而此时的林诗英也明白自己时日无多 便请求李循欢将自己带回李源见儿子龙小云最后一面 李循欢为了不让林诗英含恨而终 于是深夜就将其抱回李源 就当龙孝云看见诗英如今模样也很明白 林诗英身体之毒已侵入五脏六腑回天乏力也流出伤心的泪水 小李炭花李循欢将奄奄一息的林诗英抱回新云庄 龙孝云就告知大家诗英所中之毒是自己无心而为 自己悔恨完以为何不早点知道阿旺嫂就是林诗英 而此时的李循欢却说出本来诗英还有一线生机 可不知是谁将梅儿狠心杀害导致最后的机会也没有了 听见此话的龙小云立马好好大哭起来 随后便说出是自己杀了梅儿先生 可现在说出这些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李循欢和龙孝云也明白现在的林诗英已经到了油镜灯窟 随时都会离众人而去只能用无助的眼神看着诗英 而此时林诗英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二人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满足诗英最后的遗愿二人心领神会最终同意和好无处 也就在这时坚持不住的林诗英彻底撒手人寰离开人世 次日众人在诗英的追悼会上看其最后一面之时林仙儿走了进来 可这时的林仙儿因林诗英之死耿耿于怀已经神志不清 随即就说出一些风话让众人也非常吃惊 而此时的莫兰也走了进来来追悼林诗英 李诗英看见面前这个女人跟诗英长得一模一样 也终于明白这段时间陪伴自己的正式面前这个女人 随即就来到诗英面前想看其最后一面就离开此处浪迹天涯 可突然从棺材里射出一道黑烟直冲李诗英口底里 这时龙孝云站了出来告知此乃是追魂伞 闻过此读者瞬间武功竟失须三个时辰后才可化解 随即就拿出匕首要彻底杀了李诗英以绝后患 就在龙孝云准备下手之时一只飞镖直接穿猴而过 原来是莫兰救下李询欢 随后告知大家与李询欢相处这段时日已经深深爱上他 可龙孝云对自己恩情无以为报随即拿出飞刀深深刺进身体里 而龙孝云也因父母之死对李询欢恨之入 自己不愿跟着李询欢一起生活不料却掉进万丈深渊之中 小李飞刀李询欢亲眼看见龙孝云掉进万丈深渊心中无比自责 随即便来到凌世英坟前暗暗发誓 自己定要在有生之年找回龙孝云对他好好栽培 而此时的阿飞小红则告知李询欢二人也会陪着他一起寻找小云 可就在此时李询欢随即出手点注二人学道 就当阿飞不解大哥为何如此之时 李询欢却告知自己想退隐江湖要把之前内力全部还给阿飞 随即便是一脚就让阿飞盘膝而坐 不多时阿飞已经面色红润身体有着深厚内力 而此时的李询欢已经无比虚弱迈着承重的步伐离开此处 等到李询欢走后二人的穴道也已经自动解开 这时的阿飞却告知小红自己想闯荡江湖 而小红则告知自己想前去李询追随李询欢的脚步 二人几句寒暄后便分道扬镳各自离去 时间飞是转眼过去一月有余 而李询欢到现在也走不出诗音离开的事实 小红对其也是一顿劝说希望他忘记过去珍惜眼前人 可就在这时一只鸽子飞了过来李询欢顺势就将其捉住 原来此鸽子正是天下第一帮飞鸽帮的性格 此帮派就是帮助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传送消息 两榜近世太花李询欢 接着后即日进京后指 亲此 看完此书信后李询欢便带着小红一同前往京城念圣 而京城这边白小生兵器排行第二的上官京红 正在府中练习自己绝学金刚环 此刚环威力无穷数丈之外可取敌人首级 也就在这时飞得来报得知小李探花李询欢数日后便会来到京城 随即便找来自己儿子上官飞和得利弟子金无命商量此事 可上官飞年少气盛却说出不管李询欢为何时来到京城 金钱帮定要钱去会他一会 可这时的金无命却说出如果李询欢此次来到京城所不是为金钱帮而来 大家就没有必要结仇结怨 毕竟李询欢武功极高也不是好对付的 听完此话的上官金红觉得此法可行 便立即决定金钱帮任何一人没有自己命令 不可擅自做主找李询欢麻烦 就请他们出来喝口酒 两位朋友 出来喝口酒 姐姐可 这两个畏畏缩缩的男人正是金钱帮少帮主上官飞与金无命 二人不听帮主上官金红之言竟然暗中跟踪前往京城的李询欢 可这种小伎俩怎会逃过李询欢那敏捷的耳朵 二人见已经暴露只好飞身出来相见 随即上官飞便问李询欢此番来今事和目的 李询欢见此人说话如此不知好歹可又碍于上官金红面子 于是就告知此次金金并不会妨碍金钱帮 听见此话的金无命也是羞愧难当便要离开 可这时的上官飞却不知好歹还要跟李询欢比划比划 上官飞随即拔出配件次向李询欢 可李询欢根本不惧此人 直接用手指一弹就将上官飞弹出数米之远 而金无命剑状立即出手攻向李询欢 可二人联手在李询欢面前都是弟弟 李询欢见上官飞刀刀对准自己要害生气的李询欢直接飞身射出飞刀 金无命知道小李飞刀立无须发如不是故意手下留情 现在的上官飞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可从上官飞的表情可以看出此人还是不服随后二人转身离去 画面一转二人已经来到京城住进一客栈之内 为了方便在京城行走李询欢也打扮成书生模样 而就在这时小二告知李询欢自打二人住进来后 客栈内所有客官陆续全部离开 而此时的李询欢明白在京城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会有大人物来到此处 画音刚落一男人敲开门随即告知太后驾到 二人立马跪在地上为太后请安 随后从太后口中李询欢才明白 此次奉旨进京就是太后要让李探花为公主找回失踪数月的驸马爷 此人被江湖号称金算盘的金字光 因失踪那天国库也丢失数百万两银子 皇上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怒便让锦衣卫发出全国追杀令 可太后苦苦求情最终皇上给太后一月时间找到富满爷 老泪纵横 此该虐费的痛苦 我就无法辨死 人命发生在这里 对上官帮主可不太光彩 怎么会这个样子 金钱帮帮主上官金红为了禁地主之仪 便让自己得力干将金无命前去客栈请李询欢一举 李询欢得知有酒喝那自然不会拒绝 随即告知金无命晚上定会前去 等到金无命走后小红不解为何大哥会同意前去赴宴 可这时的李询欢却告知国库丢失几百万银两数额巨大 江湖一般帮派根本无力接收可金钱帮现在帮会众多 再加上在京城也有数百家钱装从此处下手会更容易查出 二人来到酒楼后上官金红早已经被好丰盛酒席款贷 众人几句客套话后李询欢便拿起酒杯 想静静有着狭义风范的金无命之时 四个穿着夜行衣的刺客闯了进来 金无命见状立即上前斩杀两个黑衣人 而此时的李询欢还是若无其事悠哉喝着陈年嫁酿 就当李询欢喝着美酒佳肴之时金无命已经将几人斩杀 可却因自己左手不能使用让一黑衣人破窗而逃 正当上官金红不解为何李询欢会说出此话之时 李询欢却告知这几个黑衣人的目标并不是在做几位 而是粮草重臣崔大人 等到上官金红来查看之时崔大人已在混乱中避命 此一后李询欢已没有心情畅议 便与几人败别离开此处 可李询欢刚回客栈之时店主来到房中却告知 东乡房有为杨小姐拜贴请二人前去有妖室相谈 而此时的李询欢也很不解自己刚来京城不多日 却一波又一波的人来找寻自己 可耐不住自己好奇的心理便同意前去相见 东乡房的杨小姐不是别人 而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红仙子杨艳 此人轻功绝顶江湖之中无人能与之匹敌 而且独门暗器流星雕更是杀人于无形 可谓是江湖上高手之中的高手 那他为何要请李询欢喝酒期主要目的又是什么 天机老人孙女小红夸赞的正是金红仙子杨艳 此女子不仅武艺超群而且长得更是美如天仙 二人来到杨艳屋中后李询欢也是被其的美艳给惊叹的 杨艳随即就拿来好酒与李询欢喝了起来 李询欢也知道此人在江湖之上赫赫有名立马就对着一顿夸赞 可杨艳听见此话后立马飘了 随即就说出一些自己在京城中的地位 李询欢听见此人毫无避讳地说出这些话来也值得复合 可这时的杨艳又说出李询欢的感情问题 甚至把自己表妹林诗英又搬了出来 觉得话不投机的李询欢随即告别杨艳离开此处 殊不知这些操作乃是杨艳故意为之 其目的就想看看李询欢这人是否真的是个专情之人 随后又让碧女性儿查查京夜黑衣人到底是谁派出 画面一转此时的上官金红对京夜行刺之时愤愤不已 随即就质问金无命为何要放走那个刺客 可这时金无命却告知帮主 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抓住刺客到时官府 定会将所有罪责全部强加在金钱帮身上 而让其逃跑我们不会担任何责任 不得不说金无命说话做事可谓是滴水不漏 也就在这时喝得烂醉如泥的上官飞跌跌撞撞走了过来 随即就趁着酒精居然开始数落自己父亲贪生怕死 不敢于李询欢比试武艺又对着金无命一顿谩骂 金无命爱于帮主面子不想与之计较便转身离去 可上官非不知就是自己这种目中无人的性格 害得自己日后伸手一处 次日一早信而告知金红仙子 昨日九楼内四个杀手正是金钱帮少帮主上官非的亲信 而昨日的暗杀也是其所为之 听完此话的杨燕也大跌眼睛不明白上官非此番欲愈何为 可爱于金钱帮在江湖上的地位便决定将此事告知 随后杨燕便找到金无命将上官非饲养杀手和刺杀仪式说明 杨燕却不知就因为告知此事导致自己惹入上官金红 上官非你这黄口小儿该停下来喘口气了吧 上官金红得知昨夜行刺主谋正是自己儿子那是气得咬牙切齿 随即便叫来上官非想用大耳巴子好好教训下这个不孝子 不料上官非直接用手挡住 随即还质问自己父亲为何无缘无故要打自己 恨铁不承当的上官金红就问昨夜行刺之人是否是你有意安排 而此时的上官非见父亲已经知道便不藏着掖着立即说出却是自己所为 可还大言不惭说出自己只是想对付李循欢没想到却杀了崔大人 而且自己养杀手也是为了保护金钱帮的周全 随后从金无命拿出的书信中得知原来告密者正是金红仙子 哼 这个小女子查得还真清楚 不多时候上官非便带着手下怒气冲冲来到客栈 又找到杨燕说其为何向自己父亲打小报告 随即就对着他一顿乱骂 金红仙子却碍于上官帮主的面子便让他速速离去 可不知好歹的上官非直接拔剑刺向杨燕 而金红仙子直接使用轻弓让上官非根本触碰不到 可这时的上官非恼羞成怒还喋喋不休继续攻击 忍无可忍的金红仙子直接拿出暗器流星雕准备射向上官非 就在这时李循欢叫住杨燕让他手下留情才救下上官非 可此人不仅没有感谢李循欢反而对其一顿嘲讽随后转身便要离去 这时的杨燕却叫住上官非让他带话告诉上官金红 让他在天子脚下做事稍微低调一些否则后果自负 上官非回到家后就151时将刚才之事告知父亲 而此时的上官金红得知后立马大怒 随即就说出金钱帮乃是天下第一大帮却被一个女人指手画脚 与其被人牵制还不如主动出击 于是就叫来金无命决定好好教训下金红仙子杨燕 可这时的金无命却力劝帮主三思而后行 否则金钱帮数十年的基业将毁于一旦 听见自家得利干将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立马大怒随即说道 这个极其可怜的女人应没有足够营两安葬父亲 于是便在大街之上卖身葬妇 谁知就在这时长得一脸麻子的恶霸却想将女子卖进一红院赚钱 就当男人想动起嘴之时一把剑鞘顺势塞进此人嘴里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浪子阿飞 阿飞随即用力一转直接将此人嘴里的牙给悉数折断 恶霸见有人敢在此处欺负自己立即让人一拥而上 可这几人怎会是阿飞对手三拳两脚就将几人打得哭爹喊娘 随后被迫跪下给姑娘道歉便全部逃之夭夭 而阿飞见女子确实可怜便将身上银两全部送给女子后便转身离去 而此时的李寻欢带着小红来到石花楼来查询金富马一案 因金富马为失踪之前经常来此处娱乐 所以李寻欢特意找来头牌姑娘将南岳为突破点 可李寻欢不知面前这位花容月貌的女子已经年近百岁 李寻欢随即便问南岳金富马一事 可将南岳说话滴水不漏根本从口中得不到任何重要线索 随即很有礼貌地转身离去 正当李寻欢一筹莫展之时阿飞走了进来 李寻欢看见阿飞也来到京城帮助自己甚是开心 回到客栈后三人在一起把酒言欢好不快乐 次日一早京城衙门总捕头气势汹汹带着一群人来到客栈 随即就告诉李寻欢因其来到京城后就发生命案和斗殴事件 于是就立即命人将其拿下带回衙门省里 不管几人如何解释此人却一点面子也不给说着就要动手拿人 就在此时太后身边红人张公公来到此处 说出李寻欢乃是两膀碳花不可随便将其抓进监牢 可这时总捕头还是一副桀不驯的样子说自己乃是奉旨大案 还质问张公公不在皇宫好好待着竟跑到外面多管闲事 见此情景的张公公只好说出自己此番前来 是奉太后一旨转交礼物赠予李寻欢的 总捕头听见是太后一旨立马变成温顺的小猫 这个极其狠毒的男人正是金钱帮绍帮主上官飞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秘密便狠心杀掉轻幸 不料恰在此时金无命奉帮主之命前来召唤所看到一切 随即便质问上官飞为何如此狠心尽杀了几人 可鬼主义贼多的上官飞立即说出几人在背后谩骂你 自己听不下去就将几人杀了 听见此话的金无命也颇为感动竟然当真了 于是就让其先行离开而自己则来将此事处理干净 而也在此时阿飞为了早日帮大哥查清金赋马一案 便决定偷偷潜入户库看是否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就当阿飞来到户库门口之时 却被金无命叫住让其跟自己前去鄙视一番 快见金无命虽是白小生兵器排名第五的高手 可也想会一会有着天机老人内力的阿飞 而阿飞也想跟着单手剑客比划比划 二人随即飞身来到一处偏僻之地后立即开始较量 只见二人你来我往相互见招拆招打的落叶漫天始终不见胜负 金无命也知两人再继续打下去也分不出所以然来 便决定不再继续比试而是前去喝茶聊天 而就当阿飞喝完茶走在路上之时忽被四个人围住 正当阿飞不解几人郁郁何为之时 一人直接对着阿飞一顿嘲讽随即让其离开京城 可阿飞根本不想理睬几人便转身就要离开 可几人不依不饶直接出手就要杀了阿飞 阿飞见状立即出手打倒几人 就当阿飞把剑响彻底杀了几人之时 杏儿飞身又暗器砸向几人随即便带着阿飞逃离此处 等到二人脱身以后阿飞还责怪杏儿为何要带自己离开 只要自己一出手四人分分钟毙命 可这时的杏儿却告知刚才若不是自己带其离开 现在的你已经被人捉住 随后就说出巷子里躲着很多江湖中人和官府之人 只要你一出手杀了任何一人 他们便有理由将其拿下 而就在这时从屋内出来一老人家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天机老人亲妹妹催命婆婆 他高中两宝进士 一门三叹花 对不对 对 是他 这个说出李寻欢所有信息之人 正是江湖鼎鼎鼎大名的催命婆婆 此人武功盖世江湖之中已无对手便引信埋名为催姥姥 今日在此处就是故意等待二人降引李寻欢前来 二人听见此人说出其乃是李大哥奶妈也是惊叹不已 随后阿飞回到客栈后就将今日之事告知大哥 而此时的李寻欢也非常闷闷 竟然有人自称是自己儿时奶妈 出于好奇便按照阿飞指引来到此处 等到李寻欢进入府中后 看见近来的女人着实吓了一大跳 因为近来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前几日被西场抓走 并且杀害的江南越 江南越见状便告知李寻欢那日被抓进西场后 如何被人偷梁换柱救下之事告知 听完此话的李寻欢也是敢叛朝中有人好办事 随后催命婆婆就说出为何引李寻欢前来 原来二人知道李寻欢是凤太后一直找寻金驸马 刚好驸马对二人有恩便决定暗中帮助 随后又说出从多日的观察得知客栈内的金红仙子也并非敌人 让李寻欢可以相信此人和大家一起找出金驸马 李寻欢听见老人家愿意帮助自己查案几句道谢后便离开此处 殊不知一场阴谋即将上演 画面一转金无命禀报上官金红峨眉派掌门白眉道人前来与之见面 等到白眉道人来到屋中后立即就说出金钱帮乃是江湖正派 没有必要跟江湖公认的恶人李寻欢有所来往 又说出自己联合江湖四大名门正派 将在清明时节为死去的龙啸云找李寻欢讨回公道 随后又对着上官金红一顿夸赞 听见堂堂峨眉掌门对自己评价如此之高也是开心不已 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注意看这群男人黑灯瞎火好好的大路不走 却偏偏走在这寂静的小路之上结果意外发生了 只见一人拿着武器轻刻间就将几人全部斩杀 还好担心少帮主安危的金无命找寻到此江湖就回家中 上官金红得知自己儿子在还没有出手情况下就被人刺伤实属惊讶 随即便问到此人剑术高超会不会是阿飞所为 可这时的金无命却告知此人一剑刺杀四人 而且初见速度极快四人被杀后竟没流出一滴血 以阿飞现在的功力和剑法根本做不到 而此时上官金红告知金无命不惜任何代价找到刺杀儿子的江湖高手 等到金无命来到房中看望受伤的上官飞 以为此人会因为自己救下他而感激自己 不料上官飞直接说出此次刺杀自己者乃是你所为 可冷面无情的金无命却不想解释便要转身离去 次日李寻欢也与阿飞讨论这个黑衣人到底是江湖哪位高手 这时的阿飞却说出能一剑封猴江湖很多人可以做到 可自重上官飞心房却不伤其性命者江湖之上却很难找出 而李寻欢却告诉阿飞此人如此操作定是有意为之 因为他本身可以很轻松就将上官飞给杀害却并没有痛下杀手 所以由此可以肯定这位超级剑客定是在实施一场计谋 而自从上官飞被刑刺以后金钱帮便不得安宁 多家钱庄店铺伙计都受到黑衣人的挑衅而且还杀害好几人 上官飞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告诉父亲自己那夜被伤正是金无命所为 听见此话的上官金红立即说出金无命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 可上官飞非常确定当时在他耳边说话的声音就是金无命 不疑会上官金红便找到金无命将此事告知 可这时的无命还是很淡定的告知帮主这定是杀手故意为之 其主要目的就是挑拨离间我们好让金钱帮四分五裂 处于安全考虑上官金红便决定暂时让金无命不要插手帮中一切事物 难得有这种机会 你该好好地找找乐子松散松散 小李飞刀李循欢为了查出金驸马和官银丢失一案 便只身来到王府想从云王爷口中得知金驸马的下落 云王随即便告知李循欢自己家中确实关押一名人犯 而且还想从其口中得到可以打开户库密室的钥匙 李循欢听见云王亲口说出此话立即动手将其拿下 随即便让他带着自己前去牢中救人 受不住李循欢武功威胁的王爷便立即带起来到牢中 看见用铁链被绑住的金驸马李循欢立即上前将铁链折断 随后便带着金驸马逃离此处 就当李循欢带着金驸马逃出王府走在路上之时 这个所谓的金驸马趁其不被掏出匕首顺势刺伤李循欢 然后用光一样的速度逃出李循欢视线 等到李循欢回到客栈就将此事告知给大家 而金无命从李循欢的伤口和所描述的来看 这人就是之前杀害帮中弟子和重创上官妃乃是同一人所为 可金无命狠不解伤害少帮主是为了挑起金钱帮内斗 可伤李循欢却不伤其性命很是不明所以 而此时的李循欢却告知此人案件伤人 还好当时自己速度够快才没有受到重创 不得不说李循欢真是能装 人家本来就没想伤其性命 却被其说成自己武艺高强给躲闪了 都注意休养 还好这是皮外之伤 随后李循欢便让小红立即前去皇宫将太后找来 不多时张公公便带着太后来到客栈 李循欢随即就告知太后从多日查案中 已经可以肯定金妇马上在人间 而且那一批官淫也没有离开户库 只是被人藏在密室在墓前无法找到而已 听见此话的太后也甚是安慰随即便让李循欢定要查清此案 可这时的李循欢却告知因此案已经牵涉云王 如果再这样查下去自己定会伸手一处 于是便让太后从新派人查理此案自己再不干涉 见此情景的太后立刻拿出先帝曾经留下的免死金牌 然后哭诉请求李循欢务必帮忙查清此案 还金妇马一个公道 小李探花李循欢正日带着小红阿飞二人回客栈走在路上之时 李循欢阴影察觉身后有名轻功及其高强之人跟着自己 于是立即轻声让小红先行离开而让阿飞继续前行 自己则回头看看到底是哪位江湖高手想窥探自己 就当阿飞前行之时乎感觉不对立即拔出竹剑 可黑一蒙面高手顺势刺伤阿飞消失无影无踪 太快了 比闪电还快 我连他长得什么样子都没看到 阿飞回到客栈后出出可爱的杏儿便为其治疗 也在这时李循欢着急跑进屋中告知小红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可阿飞却让李循欢见莫着急可能是小红有事还未回来 李循欢知道小红性格不会无缘无故突然不见 于是立即出门前去询问金红仙子杨燕 来到杨燕屋中后李循欢就将今日之事和小红失踪一事告知 随后立即质问金红仙子今日遇见的黑衣人是不是你派出而为之 可杨燕却告知自己做事从来都是光明磊落 也不会委托任何一人帮助自己去杀人 听见金红仙子说出此方话也是羞愧难当 杨燕为了找到小红下落便凭借自己在江湖上地位 很快便找到这位伤害多人且出剑极快的黑衣人 此人正是二十年前江湖鼎鼎有名的快剑鬼影儿 杨燕随即就开始口头教训此人让其低调一些 可此人也不是好欺负地听见杨燕说话如此嚣张 立即拔剑刺向金红仙子 虽然此人出剑极快可却根本触碰不到轻弓更快的杨燕 从杨燕的身法和躲闪速度江湖之上已经没有一人可与之匹敌 不多时杨燕就用绝对的速度使出流星标控制住此人 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对手的鬼影儿也立即收手 随后金红仙子说出几句极其嚣张话后便转身离去 只留下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鬼影儿傻傻站在原处 这个极其恶毒的小孩正是对李寻欢恨之入骨的龙小云 就在刚刚李寻欢来到桥边为迟迟不能找到金驸马而伤神之时 龙小云突然出现在李寻欢视线中准备投合 是龙小云为己出的李寻欢立即冲上前将其抱了下来 随即就对着龙小云一顿训斥 可这时的龙小云不仅没有为此感到伤心反而开怀大笑起来 正当李寻欢不解之时龙小云顺势点注其任督二脉 随后便告知李寻欢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父母之死权因你而起 说着便拿出匕首架在李寻欢脖颈之上 而这时的李寻欢看见面前的小侄子对自己痛恨至极 便让他杀了自己为他父母报仇 就在这危急时刻及时出现的杨燕用流星雕击伤龙小云将其救下 看见此番情景的李寻欢并没有感谢杨燕 反而对着他一顿大骂让其交出解药 杨燕非常不解自己明明就其一命 非但没有收到感谢反而还痛骂自己 我求你 务必要救他 无可奈何的杨燕指得让李寻欢将小云抱回家中治疗 不宜会功夫服过解药的龙小云已经没有大碍 可这时的龙小云非但没有因李寻欢救了自己而愧疚 反而说出已经知道李寻欢的致命弱点 他日有机会还会对李寻欢痛下杀手治李寻欢于死地 你办不到一定办不到 特别是让你远离李大哥 除非你用你的铁片剑将我杀了 画面一转催命婆婆找到李寻欢让他离开京城 别再插手金驸马一案 因为此案已经涉及到皇家权贵江湖中人插手定会惹祸上身 可李寻欢却告知自己答应皇太后定要找到金字光 随即就告知催命婆婆日落之前若见不到金驸马自己定会讨一个说法 可催命婆婆行走江湖数十年怎会被两个小辈所压制 李寻欢随即说出自己十招之内不会使出飞刀 若婆婆十招之内未伤到自己便要带二人前去见金驸马 大哥小心他的风围长 老人家请出招吧 嗯 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家正是天机老人包妹孙天凤 从自己下属鬼影儿口中得知有人擅闯关押金驸马的密室 得知此事的孙天凤也是大势金色 能从鬼影儿眼皮下进入密室江湖之中没一人能做到 随即就与鬼影儿一同前去查看 二人来到密室已经为时一晚只见金字光已被江南月给毒害 孙天凤随即就问江南月为何要痛下狠心杀了驸马爷 可这时的江南月却说出金字光有背叛云王的想法 留着此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才将其杀害 孙天凤根本不明白之前跟着自己的小丫头为什么会这么凶残 可此时的江南月还是温温柔柔和孙天凤说话 见此人不愿说出实情立即让鬼影儿出手杀了此人 收到命令的鬼影儿立即拔剑冲向江南月 可鬼影儿竟根本触碰不到面前这个女人 这时的女人也露出自己庐山真面容 随即身体里发出树根五彩不公像黑影儿 原来这女人正是活了百岁有余的老人白发三千丈 此人的武功和年龄没有一人真正的了解 因为知道此信息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 孙天凤明白自己和鬼影儿加起来也不是其对手 为了不枉送信命便让鬼影儿与自己速速离去 不多时候孙天凤便找到李循环将太后与德安公主被软禁一事告知 随后又说出金字光已被名震京城的歌迹江南月给杀害 这时的李循环还不懂江南月一个手无缚机之力的女人 怎会杀害金驸马 孙天凤随即就说出此女子正是白发三千丈 便见五十多年的鬼影儿与其交战也不曾伤其分毫 听见此话的二人也是惊叹不已 李循环望望望没有想到京城真乃藏龙卧虎之地 孙天凤随即就告知李循环现在大局已定 云王现已将京城全部控制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牺牲 可倔强的李循环却告知孙天凤自己定要为朝廷解除危机 即使你去阎罗王的森罗宝殿 小弟也要跟你过来 小李叹花李循环明白此次与云王作对 定不可能全身而退 于是便找到金红仙子杨燕让他赶紧离开此处 不要卷进这场是非当中 因为自己这段时间与杨燕相处后已经深深爱上此人 可此时的杨燕何尝不是被李循环所吸引 于是立即对着李循环表露心境 听见此话的李循环再也不想辜负面前这个女人 随即便将杨燕呼唤过来深深搂进怀中 此时此刻时间仿佛禁止一般为二人留住这最美好时光 而另一边云王来到皇宫告知被软禁的太后 自己用太后的名移邀李循环入宫 让她告诉李循环不要再与自己作对 否则不日后自己登上大宝定会让几人伸手一处 说完此番话后便转身离去 不多时候李循环便奉旨来到皇宫面见太后 太后见到李循环就很惭愧说出当初就不应该将其叫到京城 害得李循环平白无故卷入这场纷争当中 而李循环却彬彬由李说出一些客套话来让太后安心 这时太后说出此番招你进宫并非自己本意 听见此话的李循环立刻瞄懂太后与德安公主已被软禁在此 但在这深宫之中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可以解救二人 而此时的太后却没有按照云王的意思让李循环顺从 却让李循环随自己最初的想法大胆去做想做之事 而就当李循环要离开之时却将金驸马已经不在人世之事告知 而此时孙天凤与金无命却在破庙里发现峨眉掌门尸体 从白眉尸体金无命看出此手法却是上官妃所为之 这时的金无命才明白当日被阿妃杀死的根本不是真正的上官妃 孙天凤随即又补充到从手法来看 现在的上官妃与女魔头白发三千丈已经走在一起了 此次云王召集各路江湖中人来帮助自己成就罢业 定会伤及多人性命一场大战即将开启 金红仙子得知上官妃并没有被阿妃杀死 于是便与金无命再次来到云王府 为了逼出真正的上官妃众人联合设计控制了江南月 果然上官妃不得不现身营救江南月 随后金无命和上官妃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再次手足相残 上官妃虽然得江南月用醍醐灌顶大法提升了功力 但此时心绪不宁处处被金无命压制 随着金红仙子加入眼见上官妃即将丧命此处 江南月不得不再次运气 白发横飞瞬间击退了众人 白发三千丈随即施展轻功带走上官妃 回到家中上官妃则不顾危险用嘴把江南月腿上的孔雀胆剧毒给吸出 江南月虽然保住性命但几个时辰也是不能动内功 而上官妃这只舔狗就守在房间内让其疗伤 就在此时阿飞突然冲了进来 原来他一直跟随上官妃目的就是要将其杀掉 见江南月疗伤不能动弹正是诛杀上官妃的好时机 于是阿飞立即出手与上官妃打了起来 江南月眼见阿飞要致上官妃与死地随即出手 阿飞深知此人威力立马跳窗离开 阿飞 阿飞回到客栈和孙小红安心准备明月的婚礼 正在两人你浓我浓之时突然闯进几名杀手 没有逐见阿飞不一会功夫就身中竖刀 为了保护小红不受伤害更是以命相搏 临危之际阿飞到床边拿起逐渐施展剑法 瞬间击杀两人另外两名杀手见识不妙再次逃走 孙小红眼见阿飞为了保护自己差点丧命 也是心疼不已哭成了泪人 幸好今无命请来的催命婆婆 看见侄孙女小红苦苦哀求的面子上 孙天凤只得答应帮助阿飞为其疗伤 来到房间后催命婆婆便直接使出风雷掌 寒气瞬间冻住阿飞的伤口 老太婆不是治好了她的伤 而是用风雷掌冷冻了她的伤口 阿飞被孙天凤的风雷掌治疗后伤势已无大碍 次云一早便如约与孙小红在客栈举办婚礼 众人也明白云王定不会让这婚礼顺顺利利办完 于是幸而做出决定代替小红与阿飞拜堂成亲 话应当落云王便带着众人不请自来走进客栈内 可爱于来者是客的道理 李寻欢对几人也是以礼相待 就在众人说话间上官飞冲进屋内立即挟持新娘 因为上官飞知道控制孙小红就等于控制所有高手 控制了这个新娘就等于控制了催命婆婆和小李飞刀 可就在这时幸而手持留星标顺势打向上官飞的脖颈之上 而上官飞转身直接用剑刺敬幸而身体之中 见此情景的阿飞立即出手打退上官飞 云王知道大事不妙立即带着江南月逃离客栈 可怜的幸而为了爱情为了阿飞就这样离开人世 幸而 幸而 李寻欢立即飞身拦住众人告知云王留下其余人全部离开 可江南月怎会弃云王而不顾立即站了出来 这时的云王便想趁机逃离此地 可李寻欢立即想上前阻拦 不料这时的江南月立即用七彩步攻向李寻欢好让云王逃离 一个是已有百岁的大魔头 而另一个则是江湖第三的高手 二人出手交战双方都不敢大意打的是如火如荼 而就在这时身中剧毒的上官飞还想来一个背后偷袭解决李寻欢 可李寻欢怎会给他这个机会三拳两脚就将上官飞打倒在地 加上毒气攻心上官飞立即口吐黑血死在江南月怀中 江南月见李寻欢杀了自己的小心肝立即发怒 随即使出七彩步缠住李寻欢将其拉到身边 直接飞身对其就是一脚 随后立即摆脱江南月的束缚 而这时孙天凤及时出现用风雷掌将其冻住 就当二人以为结束战斗之时 江南月正脱开来击倒二人 随即就飞身想杀了二人彻底结束战斗 就在这危急时刻李寻欢拿出飞刀直接命中其眼后 江湖第一大魔头白发三千丈就此陨落 快见阿飞搂着被上官飞狠心杀害的信儿久久不能释怀 而李寻欢此次面对国仇家恨也要与云王做最后一次了断 于是李寻欢便带着金红仙子和金无命一同来到云王府 就当三人来到大门口支持一群等候多时的杀手清朝而出围住三人 而此时的三人立即出手瞬间就将全部杀手团灭随后三人立即进入 可在院子内上官金红早就在此等候 这时的金无命立即上前想与其做一个了断 只见金无命顺势拔出配剑可还没出手 上官金红直接用龙凤环将其打飞在地 金无命起身后立即挥剑刺向上官金红 二人交战数十个回合也不见胜负 就在这时上官金红用子母环将金无命右手牢牢卡住动弹不得 而这时的金无命终于说出自己左手不用的目的就是在关键之时来对付你 话音刚落就掏出匕首看都不看刺进上官金红身体里 自信的金无命以为此人必死无疑之时上官金红突然大笑起来 随即一铁环就砸向金无命天灵带之上 这时的金无命才知道上官金红穿了金丝甲在身上 不甘心的金无命随即领了盒饭 二人随即就来到屋中想找上官金红报仇 可这时的上官金红根本不惧怕二人 因为自己乃是白小生兵器谱排名第二的江湖高手 就当李循环想要出手之时 飞身赶来的阿飞直接上前与之交战 可阿飞怎会是其对手只是白白送人头而已 就在上官金红要取其性命之时李循环上前挡住阿飞 因为现在只有自己可以与上官金红匹敌 只见李循环一个转身顺时扔出飞刀 可却被龙凤环给吸住 随即二人开始近距离搏动 从屋内打到屋外又打回屋内 这时的上官金红大笑李循环根本没有机会伤害自己之时 探准时机的李循环直接扔出两把飞刀 可上官金红万万没有想到李循环扔出的一把飞刀乃是木质的 子母龙凤双环的上官金红就此陨落 而云王趁其不被一刀深深刺进金红仙子身体之中 一切化为尘埃李循环最终还是一人承受所有痛苦 自此这部剧已经全部结束 感谢老铁门的支持与鼓励我们下期再见 仙子